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化部人文以及出版师师长陈寅芳 文化部综合规划师副师长魏邱怡 原住民主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兴华 以及教育文化处处长刘伟哲 好 非常谢谢 我们现在先请这个林次长进行口的报告 次长他说他需要十二分钟 好 我们有请次长 谢谢 主席各位委员大家早 今天各位委员会安排原住民族与教育推动 及政策检讨专题报告 本人曾邀列席 并得聆听各位委员作见 自感荣幸 以下分就本部原住民族语文教育政策规划 推动现况及进进作为重点说明 第一部分 针对原住民族语文教育政策规划 那么在推动族语教育的法令依据方面 我国宪法呼吁政府 应积极维护发展原住民族语言的责任 国家肯定多元语言文化 108年1月9号 文化部制定公布的国家语言发展法 让台湾各固有族群使用的自然语言 皆能获得传承与发展保障 并优先推动面临危机的国家语言 传承与附赠措施 106年6月14日 原住民族委员会 制定公布的原住民族语言发展法 实现历史正义 促进原住民族语言的保存与发展 保障原住民族语言的使用传承 108年6月19日 本部修正公布的原住民族教育法 建立完整的原住民族教育体制 保障原住民族教育权 并进一步加深原住民族语文 教育的推动 发展原住民族教育及文化 在学校教育方面 本部拟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 及幼儿园原住民族语文教育政策 并鼓励各辖市 县市政府 禁用专职原住民族语老师 108年度 12年国民基本教育课程纲要 规判族语文课程至国小 延伸至高中职 并于111学年度起 将国家语言含族语 列为国民基民教育 布定课程 本部鼓励各大专校院 设置原住民族学生资源中心 营造族语使用环境 并鼓励大学校院 开设原住民族语课程 另将原住民文化 及语言能力 证明列为升学加分优待 提供外加名额保障原住民 学生升学机会 三在师资培育方面 本部依相关法规培育 原住民族语文师资 加强原住民族语文 及原住民族教育师资 教学专业智能及足语能力 确保原住民族文化传承 振兴本土语言及文化 是在社会教育方面 本部成立本国语文教育推动会 办理本国语文教育政策 专业性前瞻性与创新性业务的规划 及执行工作 以本土语言活化 及原住民族与文字化为方向 办理原住民族语言整理 保存推广及奖励等 并发展原住民族终身教育学习 以达成足以知识传承的目的 第二部分原住民族语文教育推动现况部分 首先在学校教育方面 跨部会推动合作 提供应用而学习原住民族语语言资源 扎根族语学习 补助高级中等语下学校 开设原住民族语文课程 并提供42语系9阶教材资源 保障学习权益 制定高级中等语下学校 原住民族语老师资格及聘用办法 108学员度各地方政府 禁用151名专职 原住民族语老师稳定教学人力 鼓励大专校院开设原住民族语课程 并设置原住民族学生资源中心 营造族语使用环境 取得原住民文化及语言能力证明者 参加考试分发入学 以加原始总分35%计算 其他方式入学者 得由各校参采其原住民族群文化学习历程 及多元表现成果 足以考量优待 二在师资培育方面 于师资职前教育课程 增定足以师资专门课程 自109学员度起 启动正式师资培育 鼓励师资生修习原住民族教育与文化课程 并补助八所原住民重点师培大学 办理原住民师资培育专班 集中式培育原住民族文化 语言及民族教育师资 稳定培育原住民族工会师资生 每年均达70名以上 令补助师培大学 办理原住民族地区中小学教育辅导 三在社会教育方面 办理台湾原住民族试点 及维护台湾原住民族历史语言文化大词点 原住民族语维基百科建制计划 108年11月22日 撒奇兰亚语正式列入 全国维基百科语言列表 成为第一个台湾南岛语系语言中 有专属的维基百科版本 令办理原住民族语朗读文章编辑 原住民族语文学奖 及族语文学研习 表扬推广本土语言 含原住民族语杰出贡献奖等 推广原住民族语文 第三部分 原住民族语文教育精进的作为 首先在学校的教育方面 配合12年国民基民教育课程纲要 109年起编辑10至12阶族语教材 预定111年完备学习资源 引导地方学校共聘专职原住民族语老师 衔接国中小原住民族语文学习课程 配合国家语言发展法 自111学年度开始 实施高级中等以下学校 族语为布定课程 启动课纲修正的程序 完备相关的配套措施 同时本部也将持续鼓励 大专校院开设原住民族语课程 并设置原住民族学生资源中心 109年预定 正设置140校 占90% 另透过升学保障制度 持续鼓励原住民学生取得原住民文化及语言能力证明 二在师资培育方面 109学年度启动国家语言师资培育 与多元原住民族师资培育 提供教学资源工作人员休息管道 持续提升公费师资主语专程 毕业前通过 需要通过中高级以上主语语言能力证明 并完成语言及文化相关课程20学分 以符合分发学校的需求 三在社会交易方面 本部将持续办理原住民族语 活化计划并精进原住民族语书写活动 配合本部办理推广本国语文活动 鼓励自发性使用族语阅读及书写 提高学习族语意愿 并有效学习族语 最后在结语部分 语言是民族与文化延续的几代 教育是国家与民族发展的活水 今日台湾的语言政策应是多语政策 以尊重各个不同语言为宗旨 国家语言发展法 原住民族语言发展法 原住民族教育法的制定及修正 显见政府对于原住民族语 语言及文化及教育之重视与努力 藉由大家的共同努力 让更多人都能学习原住民族语言 族语使用环境方能扩大 使用机会方能增加 持续机率方能提升 亦能提高本土语言意识 未来政府将持续落实各项族语的附赠工作 营造更友善的族语生活环境 建构更多元的族语学习管道 其使各族群如与多元并进 让台湾成为一个真正健全 有活力的多元文化社会 以上报告 敬请各位委员持续给予我们关怀支持与指教 谢谢 好 非常谢谢林市长 现在我们请文化部的陈市长进行口头报告 陈市长您需要几分钟 五分钟 好 有请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先生大家好 今天贵委员会安排本部就原住民族语教育推动及政策检讨进行专题报告 再次代表本部感谢各位委员 对于国家语言保存附赠跟发展事务的一个关心跟努力 那以下简要报告 台湾的语言资源丰富 种类多元是语言的博物馆 但过去意语化的政策压抑了语言的正常发展 导致各语言的传承状况岌岌可危 那族群语言不仅是文化最明显的特征 也是文化的一个关键 那本部积极推动国家语言发展法的立法 那也是在大院的支持之下 在107年的12月3度通过 108年1月9日公布施行 那在国家语言发展法一方面是肯认 台湾语言的各固有族群的语言跟台湾首语的法治地位 同时也积极配合原住民语言发展法 还有原住民族教育法等等 那跟教育部跟原民会共同协商合作 来推动国家语言的一个相关的业务 来进行保障的措施 那语言的负责除了学校教育之外 还必须要连结家庭社区 而且是扩大到文化环境 因此本部以此概念持续推动 多元文化场域的资源跟文化政策的一个推动 那有关原住民族与教育的一个推动 因为涉及教育主管机关 跟原住民族语言的一个主管机关 为免资源的一个跌床驾屋 文化部是以法治分工政策合作 跟资源共享的方式三个不变面向来做推动 那国家语言法是基本法 那我们会尊重这个特别法 也就是原住民族语言发展法的一个相关规定 那同时在国家语言发展法的第九条跟第十条里面 也明定教育部为主管机关 那各目的事业主管应该完备相关的一个教学的一个资源 那我们也会配合来做积极的一个推动 那在资源共享的这个部分的话 部里面现在依国家语言发展法 进行相关国家语言的一个先期 资料库的先期规划语言调查 跟筹设语发中心的一个相关工作 那在这个推动的过程当中 都邀请原住民族 原民会及教育部共同协商讨论 同时本部也积极参与 这个相关平台的一个推动跟合作 那在原民的平台的合作方面呢 我们其实也积极的推动国语法的一个通过 那也推动相关的一个补助要点跟合作计划 那在部里面推动这个族语的教育发展政策 有四大面向 第一个是我们办理国家语言的一个调查 提出国家语言的发展报告跟附赠措施 那目前已经在积极进行 预计今年的八月会提出来 那接下来第二部分的话 我们现在在办理国家语言的一个先期规划研究案 那也会分工整合相关族语的教育资源 那接下来第三部分的话 我们会支持教育部的相关的这个推动的一个工作 而且我们会提供相关的一个文化资源 同时在相关的一个补助案里面 我们也鼓励自发性的一个投入 来积极推动族语附赠 那最后的话 我们其实在相关的一个文化的一个面向 我们也会持续以多元文化面向的资源 来提供原住民族的语言的复赠 有良好的一个发展环境 那最后在语言复赠的保存工作的推动 工作是刻不容缓的 那语言复赠跟语言教育 实则是一体两面 那我们会以下列三项的这个部分 来持续的一个积极配合跟推动 第一个我们会积极配合 原住民族语言发展法 跟教育法的相关规定 来进行传承复赠 那第二个部分也会积极的提供 相关的一个文化资源 来支持整体的发展 最后会透过文化汇报的部分 跟各部会一起来合作 推动国家语言的传承跟复赠 来促进多元文化的发展 以上报告 敬请指教 请问一下你们的预算的资源 是怎么样分工 你们有说 你们一直在讲说资源整合 我们都没有听到 而且你的报告里面也没写上 是 刚刚招伟报告 我们目前原民平台的资源 总共有3.6亿 那在语言发展的部分 108年我们是接近4千万 那在109年的部分 因为要在我筹设语发中心 我们编列了4千9百万的预算 以上报告 好 谢谢 好 继续我们请原民会中副主委 中副主委需要12分钟 那请你好好讲 我们再聆听 谢谢 谢谢主席 主席各位委员女士先生大家好 谢谢各位委员对原住民族语言 教育工作的支持 更关心 以下请就原住民族语教育 而简要的一个报告 原住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根本 也是文化的承载体 为民族民族认同不可或缺的要件 我国对原住民族语言权利的保障 除了在宪法征修条文第十条第十一项 国家肯定多元文化 积极维护发展原住民族语言及文化 并在106年6月公布施行的原住民族语言发展法 明定原住民族语言为国家语言 国家语言发展法也在108年1月制定 将原住民族语言列为 具传承危机的国家语言 并规范诸多应办措施 律师师民未修正的原住民族教育法 也在108年6月完成通盘的修正 对于学校教育中 原住民族语教育有更多的课程 师之教学的保障 为了实现各项法规法定规定 本会目前规划了 除了有原住民族语教育 另外推动原住民族语言的推广 研究国际交流等政策 以强化族语教育的政策成效 在族语教育的部分 推动幼儿族语杂根 培训兼具族语传承 及婴幼儿照顾智能的族语保姆 以全族语照顾原住民婴幼儿 落实族语学习家庭化并分担 原住民婴幼儿托育需求 在开设沉浸式族语教学幼儿园部分 为了掌握幼儿语言学习黄金时期 培训族语教保园 与幼儿园实施成庆式族语教学 杂根族语学习 在补助大专校院开设原住民族语言学程部分 108年补助14所大学院校开设37门原住民族语言的课程 提供学生学习族语的管道 在开办原住民族语言学习中心 推动国内各大专校院设立原住民族语言学习中心 提供专业的族语学习环境 也核定补助七所大学在学分班 语言学习班开班授课 在抢救原住民族语言语言部分 积极培育原住民族语言语言的附证专才 也补助冰语言附证组织 执行师徒制的学习 推动师徒制的教学 目前已经有两位通过高级认证测验 其中一位是纳鲁阿族 被圆明台研览为主语新闻主播 在研发编辑主语教材教具以及数位化 为了解决原住民族语言教学 长期以来缺乏教学教具的困境 以不同学习阶段之主语教材内容 研发世界的教学教具 以完成原住民族语言语言建制 十六族语的数位词典 原住民族语电子书程 以及学前及国民教育阶段 基础教材教学的交据 在办理原住民族语言能力认证测验的部分 提升学习主语的诱因 原住民学生参与工费留学 师资培育等入学考试 应该取得终极以上原住民族语的能力证明书 自110年起 参加公务人员特考原住民族语特考的部分 也应取了原住民族语能力认证证明书 在语言推广的部分 我们设置原住民族语言推广人员 在109年度也在全国各地方政府设置原住民族语推广人员 有117名来办理族语的传席教室 族语的聚会所 辅导学习家庭 饮料采集 以及协助机关办理多语服务的工作 在协助各族成立与推组织部分 本会制定了原住民族语言推动组织补助计划 补助各组织人士业务及资本设备等经费 在109年我们重要的 语推组织的重要任务 规划建立该族族语的发展人员组织合作机制以及平台 族语推广含研究发展资源建制 族语竞赛 族语部落等事务 以及办理族语学习营 在推动公文书的族语书写 以及族语标识 目前也有27个乡证市公所 推动公文双语书写 也有10个乡证市县市政府 办理地方通讯语的标识 来提高族语能见度 扩展族语使用的机会以及场域 在语言的研究部分 我们设置原住民族语言研究发展中心 在103年设置该中心迄今已完成建制 新创词7285词 足以分级认证测验提库42语 市级别各4套 以及足以编译书本7则 16组共112本 足以教学研究9种 教学示范影片21部 以及足以附证政策研究报告11种 还有办两次的国际研讨会 在设置财团法人原住民族语言研究发展基金会的部分 在去年的12月26日完成设立登记 今年的2月22日正式运作 以专责推动原住民族语言研究推展 及推广等相关工作 在办理足以语言竞赛的部分 足以单词竞赛 他的目的是希望能够以现代的科技 支持足以的传承 让社会大众了解原住民族语言 及文化知识之美 迄今到108年已经办理了五届赛事 办理足以蓄计竞赛的部分 是原民会推动足以实用重大的活动之一 透过蓄计的方式增加族人学习足以趣味性 并自然提升其足以听说读写的能力 分家庭组学生组及社会组 到108年已经办了九届 在语言国际交流的部分 去年九月二十九日也在帛流办理 南岛语言附赦国际论坛 约有11个国家代表及专家学者出席 在论坛也邀请澳洲 美国印尼 帛流 纽西兰及台湾的学者专家发表专题演讲 分别从考古学 语言学 植物学等探讨南岛语言的起研说 并分享各国语言附赦的实力 第二大点就是针对语言经费的 概编略情形部分 109年在语言发展预算的部分 我们有五亿三百八十万元 其中在足以研发编略了一亿九千八百万 算是比较大的一个部分 主要是捐助财团法人 原族民族研究发展基金会 来办理足以能力的认证 以及使用状况调查等相关事项 另外一个就是足以的推广的部分 主要是设置足以推动人员的实施计划 协助奖励以及办理足以保存 研究发展以及推广等事项 其他还有包括足以教学 足以环境的建制 以及国际交流等相关的事项 三 政策检讨及未来展望的部分 政策检讨的部分 原住民族语言发展法 国家语言发展法 以及原住民族交易法 这三法都涉及到原住民族语言教育 跟发展等事项 因此足以教育的 足以的教育以及发展的工作 具有中央与地方 公部门与民间团体 教育研发与推广等相关因例期的事项 所以本会在去年年底 以及今年二月 也分别召开了足以发展会议 并邀请文化部教育部共同与会 那重要的成果 第一个就是 厘清了各族语发展计划 执行单位 以及人员之协作分工原则 以防止工作事项 重复办理 且避免浪费公帑的事情发生 进而强化工作计划的执行成效 第二个是建立了中央与地方 协同推动主义事务的共识 以确保各级政府 依法实施主义政策 必使各项计划的执行顺遂 第三个是为了展现 足以发展工作的成果与绩效 表扬工部门 以民间推动主义事务的优良楷模 第四个是 凝聚前提 足以发展工作团队 以及人员的向信力 建立公司部门 沟通平台 以及伙伴关系 以实现主义保存 研究教学 推广等各项工作的目标 在未来展望的部分 以文化部合作 主义事务 以支持终身主义的教育 依据国家语言发展法 本会以文化部应推动 主义发展事务 为了抢救面临 传承危机之 原住民族语言 本会引化部合作规划 办理国家语言普查 以掌握 原住民族语言的使用概况 作为推动主义教育政策 规划的预计 也建立语言资料库 保留正贵原住民族语料 作为推动主义教育课程 教材研发基础 培育通议人才 提供公司部门各种通议服务 有利于主义终身学习教育 之推动以及友善环境的建制 与教育部合作 主义私务 建前学校的教育 依据国家语言发展法 应保障学龄前幼儿 学习国家语言的机会 培育国家语言教师 建前教学资源及研究发展 那依据原住民族教育法 各级学校应提供 主义课程 鼓励主义教学 以及培育主义师资 所以本会以教育部合作规划 办理学前教育之各 教育阶段 曾经是 主义教学 各学习阶段 主义课程 教材研发 各学习阶段 主义老师培育 以及聘用等事项 第三个是在强化 推动 营造主义 友善空间措施的部分 为了加强族人 对于主义的态度 引导族人认同自己的语言文化 我们也积极推动 营造主义 友善空间的补助计划 规划补助地方政府 以及民间团体以下的事项 会议主义 即时口译 主义 主义广播 主义师语 或主持人培育 主义文宣 及文本 以及其他营造主义 友善空间 创意的做法 以上的报告 请请各位委员指教 好 请问一下 原民会中复作 你这个原民会 编列预算 5亿380万 是完全原民会的自首吗 对 公预算 好 那刚刚文化部是 4千万 4千9百万 是另外给你的吗 是你们自己编的 所以你们这个合作平台 其实是没有一起的 你做你的 他做他的 好 我相信刚刚你们 做完报告以后 会有非常多的 这个委员 跟你们指教 好 谢谢 好 因为这个立法院 有一个规定 12点以前 我们委员会 都要结束 12点以后 就不开会 所以我们的 这个本委员会 的委员 我们给8分钟 好不好 因为我们也让 待会其他委员会的人 可以来发言 所以我们就以8分钟 为限 然后呢 列席的委员 我们是4分钟 发言 登记截止时间 是上午10点半 委员如果有临时提案 请在咨询结束前 要提出 处理提案的时候 如果提案委员 还有连署委员不在场 我们就按照案例 就不处理了 首先请发言 登记第一位的张廖万坚委员 质询 谢谢 好 谢谢主席 我们请那个林次长 有请林次长 张廖万坚 那个次长好 我想我们今天 来谈这个原住民族语的问题 其实原住民族语言发展法 其实跟国家语言发展法 都是在上一届 第九届的时候 我们有的修法跟立法完成 这个对台湾的 国家语言政策的推动来讲 是跨了一大步 那么其实原住民族语言发展法 更快 更快 在106学年 我看你们的报告里面 就开始推动 那个失智培育的 这个相关的计划 那事实上我们看到 国家语言发展法 在去年议院公布的时候 他们的第九条 在第九条第二项 特别提到中央教育主管机关 应该在国民基本教育各阶段 将国家语言列为布定课程 所以这个将来 包括原住民族的主语 包括闽南语 包括客语 甚至我们把 现在的这个东南亚七个国家的 这个他们新住民的语言 也都列入了 其实这个相关的 这个语言的一个 国家语言的一个发展 其实不是我们讲讲 那原住民族其实因为 它有基本法 那它有语言发展法 它的推动比较快 那我们就用原住民族的主语 来讲 就是说除了我们过去 像国语啦 所谓国语啦 英语 我们有基本的课纲教材 专任老师 那我们现在 已经都把这些 原住民族语 包括我们这个闽南语课语 全部都列为布定课程 那它现在我们就要来检视 我们给了多少资源 这些老师多数是兼职 还是专职化 未来 它提升到国家语言发展法的层次 提升到 这原民发展法 语言发展法的层次 之后我们怎么样子 给资源 怎么样子 来对于 师资培育 对于这些 语言 附赠 推动 保护 保存 我们怎么样进行 看下一页 好 我们在国家语言发展法里面呢 我们当然知道 不可能一修法之后 我们就有这么多的师资 我刚才提到的 像我们早期也有 闽南语课程 也有 课语课程 也有原住民的课程 可是 包括现在我们把新住民语言课程 在新课纲 108课纲里面都纳入了 好 我们在国小的部分 布定课程 国中高中 全部都要一一都要纳入 那我们准备好了吗 看下一页 好 我们看哦 布定课程 几乎是必修必选课程 可是我们看 最早推动的 我们原住 原民族 原民的族语师资呢 多数都还是支援人员 像我们现在 等一下我再回头来看 闽南语跟客语哦 闽南语跟客语是因为 大家比较熟悉 所以有很多 已经有师范体系的老师 其实他们本来有这个能力 他们经过了这个 修课之后 他多数都是 都可以兼职 数学老师可以去教闽南语 那个次长你知道吗 英语老师也可以去教闽南语课程 教客语也可以 他只要有那个认证过了 可是像原住民族 原住民的族语 我在上个会期我也咨询过 我们周围常常排 那因为我年轻的时候 就跑原住民 所以我对这个语言 运动我都很熟 可是你看看哦 我们原住民的族语 我们的教学资源工作 教学资源工作人员 有1301人 那县子的老师 他就不像闽南语跟客语一样 他有能力去取得这个认证 他是相当少的 只有285 你看看客语 资源能力是717 可是呢 县子老师取得认证 可以上路去教的 就4000多 闽南语956 资源能力而已 那高达11957 是现在的老师 他就有认证 他可以去教 所以在原住民的族语这一方面 我们为什么要强化他的资源去 因为他在各种迹象看来 他流失的速度非常快 如果我们不赶快做附证 给资源教的话 他们连自己的族的孩子都不会讲 那我们看起来 好 我们看起来 这个比例我们看起来 其实他的县子老师 他可能是原住民族 然后再去拿他原来族语 认证的比例非常少 好 我们再看下一页 好 我们原住民族语言发展法 其实比国家语言发展法更快 我们在106年107年就修法通过了 所以我们特别讲到说 中央教育主管机关 在第22条 讲到中央教育主管机关 应该培训原住民族语老师 并且协助基层这些县市主管 以专职方式聘用原则 那么前项原住民族语老师资格 及聘用办法 由中央教育主管机关汇讨 好 我们再看下一页 我们再来检视一下 我们的足以师资专职化 其实你们有在推动 从107学年度 核定了161 当年只聘了112 不到8成 到了 108学年度 就是去年 现在这个学年进行中 我们核定了173 但是你给我的资料 这个是151了 现在刚才你跟我说151了 还有20几个缺额 我们就知道学校的老师 你如果核定他专职 抢破头 怎么会还有缺额 问题出在哪里 我觉得这个 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把问题先讲出来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页 其实不是只有原住民而已 我为什么这样听 我们的课纲 现在 之前我们有提到说 国家语言发展法修法了 我们全部都要变布定课程了 可是我们108的课纲里面 并没有 所以你们说要修课纲 那个 智长 我们开始修 会修吗 目前国家会员正在 这个检视修正 根据国家语言发展法 我们必须去修新的课纲 把这些 包括我们的国家语言发展法 所列的国家语言 全部都纳入 好 包括新住民 新住民团体 其实在前一阵子也来找我成情 他们说 其实他们的这个 新住民的孩子 比例你看一成 从97学年度 当时的新住民 子女的人数 只有4.94% 现在已经9.36了 一度高达10点多% 增加了一倍 好 再看下一页 我刚才提到 其实 我要跟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主席这样讲 我尊重 就我们没有什么时间 你想想看 我们为什么 市长你要告诉我 为什么我们给了 我们民住民主的语言发展法 比较早上路 我们看国家语言发展法 他要附赠要来推动的这么多 原住民主主义老师是在前面 都有这样的问题 你知道原住民主义老师 实施培训 你们从106学年度开始推动 就是20个学分 360个小时 对不对 对不对 对吗 是的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 能够进一步强化 好不好 你看你们现在培育的 你们给我知道是1800多 对不对 毕业的 已经连续两年 培育的那个 结业的 取得证书的 1883 是不是 1800多 那你们现在拼任还拼不足 是什么原因 呃 委员讲的是有关新住民吗 还是讲的 原住民族 当然现在专职就只有原住民族 其他有专职吗 当然一方面 我们一方面也是配合 过去的原住民的部分 大概就主要是以那个 交替资源为主 那这三年来 我们大概就是依照 那个原住民族 你看有的县市很奇怪 你给他名额 他就不拼 云林县给两个而已 他就连续两年都拼不到 嘉义县也拼不到 新竹市也拼不到 为什么 因为可能他也有一些 基本的一个相关的一个 其实最后我 今天时间真的很赶 我准备很多 没关系我告诉你 国家语言发展法 我要提醒教育部 国家语言发展法 我们除了原住民族语之外 你看你们一开始上路 做的目前是这个状况 之前学校开的闽南语课 课语课程 全部都是兼职 英语老师教 数学老师教 然后呢 一个 一周 收课20小时 跟一般专任的老师一样 他的 那时候还没调终点会 一个小时260的时候 那个台语老师跟我讲说 我跑了十个学校 教20个小时 一个月薪水 两万一千 现在调到320 两万多 所以我是觉得 国家语言发展法通过之后 未来的两年多 三年 其实我们对于师资培育 甚至新著名的 那些老师在跟我讲 他们只要36 36个小时就可以去教了 原理他360个小时 20个学分 所以国家语言发展法通过之后 我希望教育部能够给我们一个完整的 这些布定 我们要推动这些语言附赠的 相关语言的一个计划 应该有一个大的计划 要花多少资源 我们什么时候开始专职人力 循序渐进 而不是 而不是应付式的 我很担心 未来两年就在应付我们 谢谢 非常谢谢张良文 今天第一个咨询就切住重点了 谢谢 谢谢 继续我们请林樺华委员咨询 那我们请林次长 有请林次长 来林伟好 次长 但我们今天本来 我们的主题是援助民族语 的相关的推动 那在这边我就 因为说实在这个部分 我觉得院士刚刚起步 所以我说刚刚起步是说法 但相对很多的 我们在学校段以前是 居然教师的概念 但已经做了很久 其实在地方上也很久 那我个人是觉得说 有关于这个议题 要多听县市教育局 在推动包括第一线的老师 他们的意见 因为呢 他们的意见 其实就是反映出 最实义上的问题嘛 像包括说 现在我们当然有专职的教师 但是刚刚有提到很多 我们老师的养成 可能在相关的速度 还有呢 就只把以前好的资源教师 又变成专职教师 可是相对的在很多老师的 这个 就人才培养上面 的确是还是一个地方上 有很大的问题 所以在这个议题上面 我还是觉得 但我们法通过了 但重点还是在执行面 那这个执行面呢 各县市走的速度也不太一样 所以我是觉得也可以把 但你要分啦 原来本来原乡多的地方 它当然也许 做法 跟你说原来像我们这六都 那不要是属于在都会的 这样的一个 我们的原住民的孩子 怎么样给他相关的教育 这个我觉得是又不太一样 所以怎么样子能够让 县市之间互相学习 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很重要 第一个是互相学习 第二个呢 是有些做的好的 我觉得有时候要 有机会让他们表扬一下 那我觉得也能够让这个第一线 非常认真的 包括校长啦 老师啦 他们的努力 可以被看见 这样有没有问题 是的 我想 林委员对于这个部分的问题 也非常的了解 我想教育部的部分 因应相关的法规 以及新科纲的一个实施 所以在有关 这个包含的原住民族语等 这个语言的 这个诗资的部分 那我们也会加强做诗资的培育 那对于这个 包含专制化的部分 会持续来办理 那另外同时 对于教育资源 给他那个 延习进修的这个机会 我们也都会做一些 加强跟办理 对 因为而且 像说 因为有些县市像 会自己开发很多的教材 教具 那像这种 就如何让 大家都能够分享 现在这时候概念也是 分享 但是我就对于 跑得比较快的县市 我觉得也 就教育部应该 多给他们一些支持 因为在执行的部分 都是在各县市 对啊 都在各县市 那如果你都是 起头市的 那其实对人努力 做的县市来讲 我觉得就 不是很公平 我们会跟各县市 一起来协调 如果好的县市 办得比较有 经验的朋友 就分享给其他县市 顶级测验 统策跟会考 那昨天呢 因为疫情学院中心 有提到 室内一百人以上 室外五百以上 就要停办嘛 但是当然我们考试 是不可能停办嘛 那考试有可能梅花座吗 应该也不可能吧 我们目前在 如果说一般的考厂 基本上 因为每一个考厂里面 都有固定的人数 还有包含监考老师 所以可能要采用梅花 做比较困难 比较困难 我们会运用这个考厂的部分 尽量把这个空间 稍微把它拉开 那同时也加强 进入到市场的考生的 所有的体温的量测 那同时也会增加 预备市场 比如原来是只有两间 预备市场 然后会增加一倍 四间四倍市场 如果有发 那个在进入校园的时候 如果是有发生这个 高温的这样的状况 那就会到这个预备教室里面 预备教室的部分空间比较大 大概就可以采用 比较梅花座的方式来看 市长这就提到一个 就是我本来也想问的问题 就是说到底当天 如果疑似比较高温的孩子 是到备用考场 还是去参加二试 因为这个要讲清楚 我们二试的部分 主要是针对 居家隔离 居家隔离 居家检疫 对所以发烧者是 对因为他已经当天进来了 到那个市场 所以他到备用教室 那统策跟会考 确定都会有二试了吗 对不对 目前统策 如果说真的有需要的话 目前部里面的政策 至少这个方案做规划 那目前事务中心 也是朝这个方向 在做演绎处理 但这个可能要提早 让大家知道 因为会考是确定了吗 对 会考是确定的 会考确定 应该是确定 那统策 所以统策还没确定 因为AB券 它本来就是那个难易度的 建立题库 所以难易度比较容易做一个掌控 那统策跟这个指考的部分 因为这个 我知道 它还是有AB券 不过我看可能要克服一些事务上的相关的问题 会考会比较简单 统策会比较担心 两次的考试的 到底是不是它的 还是能考虑到题目的难易度的问题 如果是属于这种 第二次考试的部分 会采用外加名额的方式来处理 会用外加名额的方式 因为请名额应该是非常非常少 我是说那个人数 应该是很少 因为大概就是那个两个礼拜 14天的时间被居家隔离 居家检疫的学员才需要考二次的考试 但以目前的疫情控制 我们觉得应该是 要对自己有信心说 这个人数应该是 应该是少数的 会少 或者说甚至我们希望是没有了 是的 那能不能再请问一下 所以现在因为 我上次有问卫福部 卫福部说 这些考试 它都可以提供口罩 给我们的师生 那这个部分进行状况怎么样 目前我们对于这种 大型考试的部分 对于这种防疫的物资的部分的话 我们都有那进在 我们的这个防疫物资里面 来做一个准备 所以大型考试会准备 对我来说 当然我是觉得是安全 那当然有老师提到 这个老师当然都比较 也担心说这个口罩很大片 也担心可能会有发生 又要舞弊 很容易 所以他们才建议说 要被教育部统一发口罩 是 好那你们是一天一片 还是是两天 这个部分可能你们都要先规划 今天不用回答 可是我们当然希望这部分 就是教育部既然已经说 卫福部也说可以配合 那请教育部这边就能够来做 相关的准备 那另外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是现在家长关心 不知道哪时候会有答案 就是陪考 基本上因为大型考试的部分 会避免这个群聚的这种情形 所以基本上我们也是希望 包含的这种大型考试 那个家长的部分 还是以考生考试 那有老师带着 如果必要有老师带着考生 来这个应试 对因为这几月可以接到家长会的电话 就是说他们到底要不要准备 所以帮所有的 就因为如果家长陪考 教会也是必须要做一些规划 所以他们就在问说 到底现在对陪考的态度是怎么样 所以应该是 希望就是由老师来负责 希望由老师来做一个负责 所以包括 就算是在学校里面的户外陪考 基本上教育部都认为 这次大概都不适合 不要讲室内 就连户外嘛 对不对 是的 基本上还是避免的 还是以考生的考试为主 所以那个至于 除了必要的人员之外 尽量还是 所以除了必要的人员之外 基本上这次我们就连 就算户外的陪考 我们应该都 这次都希望是要 就是不要 对 减少 那这个部分我想 我们事务单位 各个大型考试事务单位 会对他做一个说明 OK好 那最后我想再请问一下 因为我也是一直在追相关的进度 但是说实在我觉得有点 可惜就是说 因为这两个拜单是关键期啦 关键期的时候本来是希望说师生能够给他一周五片 或说是不是用那个就是用所谓的代购也可以喔 但是后来发现我们到现在还没有还没有做到 但是我听说经济部有在规划 所谓的学校实名制 所以这部分是不是有在进行中 在哪时候可以有结论可以出来 目前因为口罩的这个量数的部分还是以优先支援 医疗人员以及这个比较重点 我知道这就已经够了我们才敢提这个问题 那目前是有在演绎这件事情啦 就是学校里面是不是才 不过呢基本上因为他的难度也比较高啦 所以目前还在演绎当中 所以还在演绎 好 麻烦次长也以书面让林云华委员知道你们进度到哪里好吗 谢谢 继续我们请万美林委员咨询 好 谢谢主席 那我们一样有请教育部的林市长 还有原民会的中副主委 好 次长长 还有副主委早 我想首先先请教一下我们的次长 那我想在星期一的委员会咨询的时候 我有特别提到 那就是我们的新北市 现在已经开始针对我们的远距教学 来做一个演练嘛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 在礼拜二的时候 清华大学有爆发了一个26名师生 跟确诊的一个发籍学生 有密切接触 那所以呢我们这26名师生 在清大休息及教授的20门课 大约可以影响到有900名左右的一个师生 所以呢我们也开始进行了这个远距教学 所以我们来看 其实目前我们的国内已经有两个学校 是已经需要到这个远距教学 停课的状况了 所以我们当然希望疫情能够赶快缓和下来 可是呢我们也不得不做最坏的一个准备 如果还有其他的学校 一旦爆发了这个确诊的个案 那需要来停课的时候 我们的远距教学到目前为止 不管是你的方式 那你的熟悉度 你的师资 应该要怎么去做 还有所有的资源 我想市长一直都没有一个很好的说明 是不是能够在新北市做了远距教学的演练 之后这几天 不晓得教育部这个地方 有做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努力吗 跟委员报告一下 除了新北市 那像台北市或者是巴默台东县 那也都在积极办理这个演练 那上一次官员执行之后 我们资客室这边也有请各县市的部份 能够在这段时间里面积极来办理这个演练 跟教师的一个研续的工作 那教育部的部份也是一样都会来 那个邀请这个老师 来积极参与这样演续 也储备好这个线上教学的能力 我听起来 其实想法好像还没有具体的做法 那我们现在都是给各县市政府 但是我来看 我们现在各县市政府 其实都是很积极在备战中 那我相信他们也一定会非常的谨慎 但是我认为教育部应该要给予一些 足够的支持跟支援 那包含 我们在讲的远距的一些设备上面 那是不是每一个县市政府 他都有能力 让我们的弱势的孩子 偏乡的孩子 或者是今天我们所关心的主题 在一些偏乡原住民的这些孩子们 他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设备 有没有这样的资源 有没有这样的网路可以来做 跟委员报 那个这个 针对这个部份 教育部也有跟各县市政府 也盘点了所有的中小学学校里面 包含学校的平本电脑 或者是可惜式的这种电脑 以及在家里面的网路 网卡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那都已经盘点完毕了 如果是有发生学校停课 不管是部分班级 还是全校停课的部分 然后优先是从学校 自己本身 如果学校里面可以备用的 这样子的一个平板电脑部分 来优先支援 家里面没有电脑 或者是没有网卡的 这样子的一个学生 那如果县市不足的部分 教育部也已经采购 已经紧急采购了 1500多台的电脑 所以我想 市长您的意思是说 现在在设备上面 是没有缺乏的 目前的部分 我们积极在做处理 那我请问一下 那个我们的 袁明慧的副主委 那现在在我们有一些偏乡 或是我们有一些原住民的孩子们 他们家中这样的设备 是真的像我们市长所说的 完全没有缺乏的状况吗 原先在前几年 我们对各厢都有设置 所谓的那个数位的一个 一个学习的一个 一个补助电脑 还有设备设施的数位中心 那慢慢渐渐的 目前比较 因为目前现在加乎多电脑 大概大家都会摆一些电脑 所以那个部分的公用 我们现在正在转行为 多功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地方 所以一般电脑来讲 我希望我们的弱势的孩子 还有我们偏乡很多原住民的孩子 一定要去彻底了解 他们的这个资源设备够不够 如果不够我们要赶快下去做支持 因为真的不知道这个疫情 什么时候会突然失控 但我们的准备工作是要做好的 那另外我再请教一下次长 这边有在讲说 远距的这个停课教学 教育部要你请第四台 来做一个支持跟支援是不是 目前这个议题在 中央疫情中心 我们也做了一个讨论 基本上还是我们基本上教育部的态度 还是基本上还是以那个线上平台教学的部分 作为这个停课的补课的主要的这样的措施 那至于呢 增调包含中央或地方电视台的部分 我们会做一个辅助的措施 因为这种这种电视的频道的部分 基本上它会比较属于单向式的 而且呢 它没办法做一个互动 而且它的时段比如增调的部分 它只有八个小时的一个时间 那我们有那么多 从小一到高三有十二个年级 那么有国因素设置 那么多的科目领域的这个部分 确实是安排上面是比较不容易 那如果我们会用频道的部分 这个部分你就蛮清楚的了 我想在第四台的部分 看看能不能作为一个辅助 或者是说这个支援上 但是我想主力上面 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孩子 要是停课的话 在家里面跟老师跟学校 它是有一种互动式的方式来做的 如果单纯只是看影片 我们很担心 其实老师没有办法掌握 当时他到底有没有在这个 这个影带播放的时候 是在这个线上来看的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要再注意一下 所以我们如果是第四台的部分 主要会以那个艺术 艺术业艺跟综合领域 不一定 没有统一 另外 我想也一并请问两位 我想在原著民族语言发展法上面 我们有提到说 学校应该依照这个十二年国教 基本教育上 本土语文课程纲要来规定 也就是说 我们应该要鼓励 原著民的学生的休息需要 我们要给他很多的支持 尤其在教师上面 要有一定的足够的教学能力 但是我们来看 目前高中以下 我们原著民的教师 总共是2583位 所以这个师生比 我们就看 国小的师生比大概是1比24 然后国中的师生比大概是1比46 但是到了高中以后的师生比是1比65 那针对这样的师生比 我不晓得 市长您这边觉得这样的师资是足够的吗 跟委员报告一下 有关原著民族的师资的部分 事实上我们在去年度修改了原著民族教育法 我们高金张伟 以及委员当然的一个支持 事实上在第34条里面 大概就有一些的规定 我想针对原著民重点学校里面 我想次长其实你不要再念条文给我听了 我认为你应该再更积极一点 如果我们真的是有心 要好好把我们原著民语文 来加强来做发展的话 你师资现在首要是最重要的地方 你要把师资培育好 那没有足够的师资 我真不知道你应该怎么发展 所以那些条文那些繁文乳节 其实你把它制定下来 可是如果我们执行力是不够 资源是不够的 或者是教师的人力是不够的 我想那个副主委在这边 你很清楚知道 如果是这样的师资 其实是没有办法 好好去发展我们的原著民的族语的 那所以我希望 教育部跟原民会这边 要共同再来配合再来努力 把我们的师资好好的来提升 然后把我们的师资 也好好来扩大到足够的量 这样好不好 另外 还有我想说 在我们的这个原著民语言能力认证上面 我看到我们有发了一个新闻稿说 国小的部分在初级中级 今年都是历年最高的通过的人数 那我想这个很棒 我们向下扎根 然后我们的小孩子就可以去学习 那但是呢 我这边有另外一个数据 我想说更需要来看一看 那也就是说 我们在一般的通过的人数上面 在107年跟108年 分别都下降了十几个百分点 108年通过的也不够46% 那107年是42% 所以我想向下扎根的部分做得不错 但是呢 在现在我们应该要再去多 让很多人去通过这个部分 我想这个百分比是太低了 所以我想从各个面向 我们都希望能够把这个通过测验的人数 能够再来提高 这样好不好 好谢谢委员 我们会加强努力 谢谢 谢谢外媒林委员的咨询 谢谢 市长大家都一直专注在师资方面 所以你们真的要好好的把它 谨记在心啊 好我们继续请范云委员来咨询 主席好 那还是请那个郑次 林郑次 有请林次长 谢谢 范云换委好 林郑次好 我想今天我们的主题 就是关心这个原住民的这个教育 跟相关的师资 那当然就是 其实谈原住民文化的话 语言就是最核心嘛 因为如果语言都没有办法保存的话 那个文化就是流失了 那很高兴就是说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有三个法规 然后都在做 然后也有 除了教育部之外 还有那个原委会跟那个文化部 可是最核心其实还在教育部 因为我们现在透过的是中小学的教育 跟这个大学的部分 那我们了解这个议题之后 就是说发现就是有两个大问题 刚刚好几位委员都问到 一个就是 教育部目前的做法 是请那个各大学的师赔中心来办 就是说原住民语言的部分 那可是师赔中心呢 它其实就是会委托给 各校内部的就是那个 原住民教育中心来办 那原住民教育中心的 一些相关的人表达 就是说他们并不是没有议员办 他们非常的乐意来做 可是遇到的问题就是第一个 你没有给他原额 也没有人事费 那业务费 那其实就是简单讲 就是资源不足 那这是第一个最大的问题 他有心来做的话 就没有资源 那第二个就是说 刚刚一些也都讲到 那就算有了资源跟 可以聘人的话 试任教师不足的问题 这是第一个 那当然试任教师不足 这也是我们长期的议题 那第二个就是教育部 目前有在推广的 这个原住民专班 那郑士知道那个专班 每年的可以拿到多少经费 我们这个原住民专班的部分 每学年 其实我这边查到的是80万 80万我们想想看 一个专班 一个大学 比如东华有个专班 每学年度拿到80万 你聘一个行政人员之后 经费就没剩多少了吗 那那个兼任的师资 那个学费 刚刚那个张廖万间委员讲到 就是说他那个也不足 所以根本没有办法办一个专班 那他影响就是说 原住民专班老师有热情的话 自我剥削 那能剥削多久 第二个他压缩了这一群来 就是说参加原住民专班的大学生 他的权益跟授教权 他要来这个专班 对不对 就他得到的是一个怎么样的教育 所以我想整体来讲的话 就是还是回到教育部 目前被大家赋予 就是说你是直接在做的吗 教育部到底有多少预算 投入在这一块 从那个师赔中心要做母语的师资的部分 到原住民专班 那想问教育部到底 目前有多少预算在做这个事 那想要用几年来解决这个 鸡身蛋蛋生鸡的问题 跟范文报告一样 刚刚特别提到原住民专班的部分 那教育部对于各大学校 设原住民专班是有 他一定的规定 也就是专任的师资应该有七个人以上 那对于这个原住民专班的部分 我们107年度 大概每一年差不多也是这样子的一个金额 大概是一千两百万的经费 那我们每年经过的市区 那是总费吗 那一个学校的专班一学年 其实拿到了钱很少 对不对 是 不过他基本上 因为他已经有那个专任的这个师资 那我们那个每年的这个补助的 这个经费的部分是 逼住这个部分的 希望来增加他的资源来办理 是 好 那我想事实上就是说 他很多的师资也是从 别的系所 别的领域调过来 因为还有两种师资 比如说社工 然后尖交这个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他是专门的师资 那可是我刚刚讲 就您刚刚讲的是原住民专班的部分 可是那个从 请师赔中心 然后到就是说 各校的原住民教育中心 来承办的部分 一样是遇到预算不足 然后没有原额 然后人事费用也不足的问题 这部分教育部 打算就是说 拿出多少预算 然后你们觉得几年 可以解决这个基生诞 诞生机的问题 对于原住民族 那个学生资源中心的这个部分 对 那我们 今年度也会增加到 140个学校 有这样子的一个班比 原始上我会补助他的这个 业务费 业务费大概是 一年大概40万 那另外也会增加一位的 专职的人力 大概补助金会 大概是每年 30万元以上的这样一个经费 你说目前他们拿到一年 据说一个 是40万的业务费嘛 然后未来会再增加 增加专职人力的部分 专职人力35万 过去并没有 那 郑士您觉得这样子足够吗 我想 然后我们几年可以解决 这个基生诞 诞生机的问题 这个部分 我们是从这一两年开始来补助 但是经费的部分 我们会来持续来支持 那个 来争取 而且请委员来给我们支持 我们当然是很支持 因为我们宣称到 可是听到了这个经费 那个35万连聘一个大学毕业生 都有 就是说 都有问题嘛 如果连年终奖金算进去的话 其实是不足的 所以我想就是说 这部分 那我们是真的请教育部 能够考虑一下 就是 目前就是 有一种呼声 希望能够教育部 用正式编制的方式来做 那当然我自己在 高教也了解 正式编制 知识体大 那教育部是不是可以来思考 这个可能性 我想就是说 如果没有像 我们以那个 就是刚刚讲到的台文来讲 它有台文锁 然后师资稳定 先从高阶开始 然后再往大学部再往下 否则刚刚那个问题 基生诞 诞生机 一直弄不清楚 然后 刚刚也讲到 20学分到底就能够上场教书吗 这个会是一个 长期的问题 所以教育部是不是也可以 思考一下 往正式编制 然后正常科系化 就以台语文来讲的话 它就是有一个正常科系了 那慢慢师资的问题 就会从大学开始 然后往下来延伸 然后你有好的待遇 才有好的人才愿意投入 那以下请教育部 是刚刚安委员报告一下 我想针对 配合这个新的108课纲实施 那有关本土与文的相关师资的部分 已经纳到这个正式的一个课纲 所以有关这个师资的培育的部分 我们师资一教师也配合 结合各个大学 一起来做这个包含工会生 以及师资养成的这个部分 那至于刚刚提到了 有关担任这个正式的 这样子的原住民族的这个师资的 原额的部分 是由各县市政府 因为中小学通常在各县市政府 如果是整个课程的部分 是可以来聘认专任师资的部分 就将来师资够了 他就给来聘认这个师资 那对于这个原住民族师资的部分 小学的部分 他至少是要修36个学分 再加上10个 至少10学分的专门课程 那还有加注专程课程 至少24个学分 那如果是中学的部分 是至少专业课程26个学分 还有专门课程42个学分 刚刚委员特别提到的 那个有关的20学分 指的是那个足语教学课程的部分 那个是由原民会 那么针对就是 包含工会生也好 或者一般民众的部分 他提供给那个足语专长 也就是语文文化课程 这个是24学分 这是另外一件 不是属于我们那个教育学分的 这个的部分 那最后再还有一点时间 再提醒战士 就是说我们跟第一线的 就是说朋友他们的反应 就是说 其实原民会那边有相对 比较一步多的资源 投入在这一块 可是大家感觉 好像是有两个公公婆婆 在这边 就是说 虽然刚刚原民会 都有讲到做协调跟分工 可是第一线的感受到 这两个部分的协调 其实并不好 所以资源事实上并没有真的能够好好的会诊 那是不是也请教育部这个部分 可以跟原民会 看用怎么样的方式一起来协调 让我们资源更集中 发到重点 好不好 谢谢您 根据原住民族教育法 第七条的部分的话 教育部跟原民会 要成立原住民族教育政策会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每一年都会固定会召开两次的会议 同时因为工作协调会议 每一年会至少召开两次的会议 我们会跟原民会 还有跟文化部来积极配合办理 好 谢谢 谢谢政治 辛苦了 谢谢范元委员的质询 次长你没有回答 刚刚范元委员讲的 原住民族教育人员的失知的培育 他讲的这个是 他说在这个高级这边 是有台语文的科系出现 那原住民就没有嘛 你没有培育这个失知 你当然就不可能会有失知嘛 你没有回答 你这个范元委员没有继续追下去 我相信待会吴立华委员会追的 你看我们现在请吴立华委员来咨询 谢谢 主席好 好 有请我们的次长 有请您次长 次长你要加油哦 吴立华委员是这个小学老师 他对这个很专业 好 次长好 我们的主席赵伟 料事如神 我们的确在今天针对我们的族语教育推动 大家都有志一同 非常关心我们的失知培育 那由于教育部是我们的失知培育的主管机关 所以今天呢 要在这个地方来救教我们教育部 好 我们看到 不论是106年通过的原住民族语言发展法 还是去年108年通过的国家语言发展法 其中呢 都特别的关心我们的语言教师 为了他的品质 为了他的工作权的保障 都提到要用专职方式来品用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衍生出来教育部这边主管的呢 大概会有几种教师 会需要来做一个培育 第一种就是我们过去 我要到学校 我是一个来教族语本土语言的教师 那我来到学校 我是一个成为专职族语的教师 那我想这两个的差别 我也说明一下 因为学校一般的老师 他经过学分的研习实数的学习之后 他也可以去担任本土语的教师 那专职族语教师呢 就是专门来到学校教授族语 那第三种呢 我们现在也出来了因应语发法 我们的原住民失陪的公费 毕业生也需要做这样的一个学习 那如果我要成为一个 一般原住民重点学校的专任教师 他其实也需要做一些文化语言上的学习 那这个虚线框的就是 如果真的有原住民族学校的时候 那么我们的教育部作为一个师陪单位 他也需要去因应培育原住民学校的专任教师 因此呢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我们的原住民族语言发展法 他提到的教师 他有提到 就是我们必须要具备什么样的认证 然后呢要具有怎么样的研习证书等等 因此呢我们就去培育了这样的一个课程 就是足语教学之能 足语课程要修习20学分 那如果是我们的师陪公费生呢 我们也看到他除了要有中高级以上的语言能力 他还要有修原住民族文化语言及教育相关课程 要有20学分 那我们有很多的师陪大学呢 也开始在做这件事 那另外就是我们的一般的原住民族的师资呢 我们也看到就是我们的一般老师呢 他也要去修所谓的一个原住民文化跟多元文化课程 18小时或者是一学分 好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有了所谓的原住民师资培育专班 有了原住民语言学分专班 我们看到他的师资来源跟他的开课的状况 我们大概从这个表格上面 虽然没有照到下面 但是大概都差不多 上面都是提到外聘讲师 或者用学校既有的一般系所 去开这样的课程 前面呢几个委员我大概都有听到 大家都关心的是同一个问题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就想要特别的来请教一下 我们的次长或者是我们的师长 其实好的老师决定好的教育成效 所以我们都非常的关心师资的来源 师资的培育 一般而言 其实我们希望的当然是 我们如果有语言学系相关学系的硕博士生 他能够到大学来 而大学能够有一个专门的系所 让我们可以聘用这些专业的老师 我想这个是我们的学生师福 也是我们的足语之路的福气 那另外一个管道呢 其实我们的骑老也很不错 因为可能他的语言词汇能力呢 也许比那些科班出来的语言学系硕博士生 可能来得更好 我们目前足语认证 如果能够得到优级以上 那也是不得了的程度 也是非常的优质 那因为骑老跟这些优质以上的足语认证人员 他可能也许仅仅只有高中毕业 但是他也是非常优秀的师资来源 我们也希望他能够进入 但是他会受限于目前 我们一般大学的一个所谓的原额管制 那么可能我们是希望说 他可以担任我们的兼任授课人员 所以针对这个部分我想先停下来 我想先听听看次长或者是司长的意见 我们要超前部署 谢谢吴委员 我想当然配合这个新的课纲 或者是国家语言发展法 把它列为这个布定的一个课程 对于师资培育的部分的话 当然师资会影响到整个人才培育 以及学生的这个学习 所以未来在这个除了公告 这个师资的相关资格的一个规定相关之外 那我们也积极来培育这个师资 所以这边提到的包含了现有的 这个祈老或者是足以认证的 这个优积以上的这个老师的部分 基本上在学校的部分都可以来拼认为 学校里面的受课的这个 不管是兼任或者是正式的这样子一个老师 那至于他成立这个专门系所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基本上因为设置系所 大家都属于各个大学的一个权责 那教育部当然也很乐意把这样子一个讯息 那么请各大学校园 能够鼓励他们来开设 这个专门的系所来培养这个师资 这个部分我们会积极来配合 市长其实我在这个地方是比较希望 您帮我们厘清 到底一般大学 他没有办法成立专门系所 或者是他有意愿 但是他不得其门而入 到底那个关键是什么 那关键大概是应该是主要是两个 第一个的部分的话 那个就是有关 这个将来这个系所设置了以后 因为每年会培养 硕博士的这个学生 他的将来的一个就业市场 他的一个就业市场的部分 到底培养出来以后 那个系所设置了以后 他就是除非是那个关门 或者他就一直就设置下去 他每年会培养一些学生 他必须他有一个就业的市场 如果他没有就业的市场的话 可能这将来会衍生 这个学生将来就业 可能就面临到失业的 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的部分的话 当然就是这里面的 这个涉及到原额管控的问题 那以目前来讲 教育部对于 因为现在少子的话 所以对于学校设置 这个系所的部分 基本上学校必须解决这个原额 这个部分的问题 当然有的学校是用专任教师 有的学校是用专任教师的 来解决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所以也必须有这个专任的原额之后 他才有足够的师资 来担任这个教学的工作 好 非常谢谢次长 我们从您的一个回应当中 我们可以听到 其实是有可以突破的点 就看我们的决心 跟我们部署的状况 我想原住民族原发展法第21条 写得很清楚 我们应该要鼓励开设相关的系所 所以在这边最后呢 我希望说有三个诉求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失陪大学 失陪中心 希望能够比照九年一贯之后 各个台文系所的成立 我们一起的来专门系所 我们赶快把它建制起来 第二个呢 希望以外加原额的方式 让我们的起劳跟优籍族语认证人才 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一般大学 成为兼任的授课老师 那第三个呢 希望我们能够设一个 专门的专责的编制或者单位 来超前部署 因应我们原住民族教育语言发展 这众多需要带解决的问题 那部长我们 次长我们一起来努力好不好 好 是的 谢谢主席 好 谢谢吴立华委员 也谢谢次长 次长不要忘记 这个不管是原住民教育法的修法 还有语法法是规定你们要做的 OK 这个是法定的必须做 而不是你们要做不做 谢谢 继续我们请林领委员咨询 谢谢主席 有请林次长 还有文化部陈司长 陈司长 原明会中副主委 中副主委 谢谢 谢谢 林颖 大家早 我想先请教林次长一下 你应该知道台北市的万华 它的原名是什么 万华原本的名字是什么 曼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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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你会说曼家 那你就很清楚说 知道说曼家 原本它的原因就是曼家 那你知道曼家是什么样的语言吗 是原本它是什么语言 曼家应该是比较接近 是原住民语 它是平埔族凯达格兰族的语言 然后它是独木舟聚集的意思 那我想曼家为什么我们后来会变成万华 你知道吗 这个历史我就不是那么清楚 因为日志时代 那个日文发音汉字的万华就叫曼家 好所以其实都这个地名还是都不拖曼家 是一直到国民党政府来了 直接用国语称呼万华 所以曼家这个地名 这个原住民发音就消失了 高雄也是一样 高雄的旧地名 打狗 对 打狗 打狗 那这个打狗 这个也是平埔族 这个马考道的这个 马考道族语的语言 那也是在 那日志时代 因为高雄 高雄的这个日语的汉字发音 就是高雄 可是它高雄的这个日语发音就是 打狗 对 所以在日志时代之前 其实高雄就是被称为打狗 那一直到国民党政府来 然后把它直接用国语称为叫高雄 所以 这个原住民的这个发音就没了 那举这两个例子 我们再来回来看 就是说 我们十七世纪 有一个荷兰的这个宗教文献 叫新港文书 那个应该大家都有听过 那这个新港文书 的所在地 就是外酸窟 就台南市的这个新市区 那这个旧地名就叫新港社 那它其实 西拉雅语 它新港 新港的这个文书 其实就是记载西拉雅语 那我想 西拉雅语 目前我们就考据来看 应该是台湾最早 有文字的语言 那我想 这个当然是经过 包括这个荷兰 包括这个 日本人 日本时代 的这个 保留下来的一些珍贵 这个文字资料 所以才有保留这些 所谓的这些 而且这个是经过这个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它列为这个灭绝语言的这个西拉雅语 现在应该还可以在台南 我想是经过西拉雅人很大的努力 所以还留下一丝丝这个富裕的机会 那我想 这个也是到了所谓的这个 所谓的1945年光复之后 西拉雅语 就进入所谓的黑暗期 那我想我们很清楚知道说 在日治时代 在殖民者 它其实是用户口制度 把原住民化成 高砂族跟平埔族 那可是 在国民党政府来了之后 它在1954年4月9号的一纸的行政命令 它规定说 居住平地的平埔族 应视为平地人 列为平地的选民民策 于是 就等于是平埔族在国家体制内 存在的资格 属于原住民存在的资格 完全被丧失 我想这个过程 我想大家应该都清楚 那所以我们应该要正视这个问题 就是说 西拉雅语 跟其他平埔族语的 这个弱化跟兵维 其实看起来 其实不是强势文化的侵略 才会让他们视为 而是 国家政策的不尊重 不重视 所以我们前面提到了 国语中心的这种 国语中心主义 就是说 像万华 像高雄 这都是以国语中心主义 而产生的 原住民原本的那个发音 地名的原住地名不见了 那我想 所以本席认为 这个原 像原住民语言发展法 或者我们的国家语言发展法 它如果要发挥真的作用的话 我们不只要让这个 台湾的多元语言 在这个部落的族群间 有彼此存活的空间 我们要致力去面对 去修正过去的错误 让这个 尽可能让台湾固有的语言 在这片土地上 曾经留下的这个 横积复原 所以语言的证明 确实是语言复兴的第一步 所以会请三位 真的要请教育部 原民会跟文化部 都要正视这个问题 那我现在想 先就叫原民会 平补族是不是原住民基本法 所列的原住民族 报告委员 目前基本法 为了原住民十六族 是目前的 称为十六个原住民族 目前平补族不是 但是在身份法 我们在修订当中 那如果不是的话 那是不是就 它就不适用于原住民语言发展法 目前依法应该是这样 就不适用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面临平补族语哦 就是那么兵 那么兵伪的状况之下 那你原民会有什么样具体措施 是跟委员报告 所以在针对平补族的部分 我们从101年开始 累计了针对语言文化的附赠 针对平补族的部分 大概有一亿两千多万 目前我们每年 大概有两千一百万 针对平补族语言文化附赠的相关工作 而且我们有一个 平补推动小组 工作小组 是是是 那我想哦 因为我们地方上 像我们那个台南市 我们现在新化 我觉得口皮国小 那它实际是 现在是办实验教育的庆职 那其实教育局也很认真的 就西大牙语的教材在做审议哦 那我想是不是 教育部这里 也应该要好好的这个 去开发这个教材 那让这个 所谓的这个失落的语言 真的不要成为历史的文书而已 是跟委员报告一下 那针对原住民语的部分 我们大概总共提供了四十二个语系跟九阶的这种教材的资源 那这个有关教材的资源 配合 新科钢的部分 对原住民的相关教材资源的部分 我们会来这个协助 那对于刚刚特别提到 有些已经宾为语言的部分 当然如果地方政府也在做一个推动 我们也非常新建 地方政府的一个用心 那教育部我们会跟地方政府一起来配合 那另外我想 因为依据这个国家语言发展法第三条的立法理由 我们符合台湾固有族群跟自然语言的两个要件 那现在正在复兴的平谱族语 像希拉牙语或八载族语 我就想就叫这个文化部 他们是否属于国家语言 希拉牙语或八载族语 这样的平谱族语 是否属于国家语言 是我们目前国家语言发展法里面 它是说固有族群跟台湾首语就是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也是会配合 原民会这边族群的一个证明 来做一个整体的一个推动 对 对嘛我想 那你刚刚回答是的话 那我觉得 面对这样平谱族文化 越来越市委越来越危险 我想我们这个国家语言调查 跟国家语言资料库 我觉得应该要必须包括这个平谱族语 那我觉得文化部对于这个语言的附赠计划 我想要有具体的措施 让平谱族人可以把话说回来 把语言学回来 这样好不好 谢谢委员指教 我们目前相关的一个补助要点里面都会容纳 也欢迎这个来提案申请 那我们会审议后予以补助 谢谢 好谢谢 我想 我想语言真的是承载一个族群很重要的 这个文化记 所以怎么样这个富裕正欲我们平谱族语 我想要请大家一起努力 拜托谢谢 谢谢林一锦委员的咨询 谢谢 谢谢次长 刚刚委员讲的那个国小 我们有补助他做教材的费用 还有包括语言的负责 好谢谢 谢谢 副主委 次长以及市长 谢谢 继续我们请黄公书委员咨询 谢谢 谢谢主席 有请林次长 有请林次长 原明会是 中副主委 副主委 对 文化部 文化部是文化师师长 陈师长 我想先请教教育部林次长 我们现在高中有开放修读第二外语吧 目前我们修第二外语很早以前就有了 而且目前在新课纲里面也都有 好我们有发现 这个韩语在这几年的学习人数快速上升 我们一百年收采两千人 现在已经超过五千个人了 韩语韩国话韩语 好 为什么会有这个原因呢 什么原因呢 因为喜欢偶像男团女团 想要知道偶像的讯息 追星成为语言学习的动机 也就是因为韩语的效应 让台湾的年轻人很想去学韩语 好 那我想 那我们要鼓励新的年轻人 可以保存原住民语言 那我们可能创造原流吗 有韩语 台湾可不可能有原流 好 我们台湾有非常多的音乐人 用族语来创作 我想请问一下 次长 你知道有哪一些 用原住民的族语来做音乐创作 你知道有哪些人吗 呃 那个 你知道吗 你所知道知道吗 我知道是有很多的 很多啊 文化部知道吗 是的 文化部你知道吗 是 跟委员报告 我们这边有这个 上部一 好 上部一 对 被拦阻了嘛 好 然后副主委 你知道有哪些 还有 马兹卡 苏敏恩啊 都很多 好 你们了解 很好 我们的金曲奖啊 金曲奖今年到底要不要办啊 你可能不知道了 好 我们的金曲奖啊 我们还有最佳原住民语的专辑 也有歌手的专辑 每一年都有入围的名单 他们都非常优秀的原住民族语的创作的歌手 非常杰出 好 那 这么多的创作的作品 风格也非常的多元 但是我们的族语的教育的推广单乐 可恐怕从来都没有人想到 怎么样跟这些音乐人合作 好 如果他有原流的话 我想 所有年轻人都想要去学的 就跟寒流一样了 好 这是刚刚发行的一张 唱片 这张 阿报 就这一张 这一张的专辑叫做母亲的舌头 意思是什么 就是母语 母亲的舌头 他有一首歌曲叫做一到十 一到十是什么 一到十 他用歌词来教导 排湾族语的一 数到十 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创作呢 为什么 他说他求学的时候 曾经被同学问到排湾族语的数字怎么念 他答不出来 所以他这一个创作是跟他的妈妈 跟他的母亲共同创作这个歌词 他要溯源族语文化 希望透过这首歌可以达到教学的效果 这张唱片2月14号数月上架了 可以给你们去参考 好 再来 我们文化部跟云民会 我们有一个业务合作平台 有这五个业务平台 部落文化发展 影视流行音乐产业 然后艺文发展 文文字保存 文创发展 好请问 援助民族的语言的业务 是放在哪一个小组 放在哪一个小组 你知道吗 好 我要不 就 部落文化 放在哪一个 就放在部落文化 所以就没有影视流行音乐产业发展的事情了 对不对 你们这个事情就放在部落文化发展 我觉得 有一点可惜 既然我们有这个平台 因为我们这个语言的附赠 其实不应该只是部落文化发展 这样子的思维跟范畴 我们也要去利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相关的发展 也要进到这个平台里头来 我们台湾有那么多的优秀的原住民族 他们的族语的音乐的创作 金举奖也有了 文化部也没有办了 有几个奖项都有了 为什么不要运用这个 这个创作 音乐创作来 协助原住民族语言的发展呢 我觉得这个你们应该去检讨 好 我带你们看 圆明会有族语乐园的网站 这是圆明会的 这个网站 当然很好 但是内容大概就是传承 这个传统的歌谣 或是儿歌 这一个族语乐园的网站 有关音乐的部分 都没有创作音乐 都没有 所以你们这一个网站 跟文化部的那一些 很好的原住民族语的音乐的创作 等于是没有连上线 你们也没有那个平台 我是觉得非常非常可惜 所以你们光靠这个网站 你们让台湾的年轻人 新世代没有去学习 原住民族语言的动力 你知道吗 现在很多台湾的年轻人 学习台语啊 甚至很多对岸的年轻人 他们是听江慧的音乐 学台语的 那我们台湾有这么多好的 原住民的音乐创作 可是我们却舍之不用 可惜了 可惜了 好 我在讲 这一个歌手 叫做亚维朱瑞 他是2019年进去讲原住民的歌手 跟专辑讲的得主 非常优秀的 他的创作 他也说了 我的创作很简单 诉说着我部落的故事 因为音乐 把我的母语支撑起来 所以我们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 完全忽略了音乐的要素 然后 你看 这个优秀的金曲奖原住民歌手 他为什么要去创作 就是因为他希望 透过他的音乐 可以把他的母语给支撑起来 你看 这个都是我们台湾的 非常重要的文化的资源 音乐人用音乐来支撑 母语音乐 母语教学 当然要善用这些相关的创作 对不对 林市长你觉得呢 是的 我想 那个语言的一个教学 透过包含的这种音乐 还有译文的部分来学习 可能可以增加学生的学习 当然啦 当然啦 我们不可能只靠着课纲 靠着所谓的学校的教学 或是现在很流行的线上教学 就可以吸引学生的兴趣 所以教育部是不是应该去研译 主义教学如何跟创作音乐结合 是不是应该 是 我想这个黄凛这个意见非常好 好 对 那文化部是不是应该要去主动盘点 有潜力与教学的相关的音乐创作的作品 是不是也应该 是我们会依照委员的指示 来主动盘点相关的资源 好 那这个部分 可不可以请教育部跟原民会跟文化部 你们一个月以内 提出一个如何运用音乐创作 来协助我们原住民族语言教学相关的规划报告 可以吗 好 可以吧 好 一个月以内提出相关的规划报告 好 非常感谢 谢谢 好 感谢黄公书赵伟对原住民音乐的支持 感谢 谢谢 谢谢次长 中副座 陈思长 继续我们请赖平云委员咨询 赖平云委员咨询结束之后 我们休息五分钟 谢谢 谢谢主席 麻烦主席请林次长来备寻 好 有请林次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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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赖平云委员咨询 市长好 是 那个今天我想我就今天既然我就我就就可能我们我想先从相关原住民族语言发展法这个部分来就就这部分跟教育部提出一些咨询啦 那第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提到说刚提到原住民族语言发展法在2017年的时候通过嘛 那迄今已经两年半了那我想请问首先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就是说除了这个发展法之外呢我们政府也通过了国家语言发展法 这不仅是让原住民族语言取得国语的地位然后也另外有让原民会每年大概增加四到五亿的预算去推动族语教学 那但是现在就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呃事实上在108年度的时候我们各地方政府禁用151名专职的原住民族族语老师 那我们我也知道说我们的族语老师薪资跟专呃师资专任任用的比例都有提高 但是还是有些问题因为我们这些任用事实上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符合原住民族教育法第34条的规定 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呃他的规定是说呃中小学呃国小阶段的话他有一定的规定嘛 就是说呃呃原额不能低于三分之一或不能低于该校原民学生占的学生数的比率 那在呃中呃呃国中跟高中也有相关的规定 但事实上我刚刚有讲了这个任用呃呃的人数跟比率其实到现在我们都还是没有达到法规要求的规范 那这个部分教育部这边有什么样的应应措施呢 呃跟委员报告一下哈这个有关原教法第34条的第二项里面提到的是呃在本法108年5月24号修正 呃实行后10年内啦哈要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目标哈那以目前来讲啊我们108学员读依法 呃员教法应该聘足的师资是1658位那目前呢是聘的是840位那目前还有缺818位那未来的部分我们会朝这个方式 包含了学校里面如果有这个开缺啊新聘的这个老师的部分呃呃呃必须依照那个原教法相规定来呃呃呃有一定的比例 那么来聘这个新聘的老师是但是问题就是说呃我知道这个这个计划不是说马上要你们把人都补完 但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呃目前目前只聘了大概你刚刚有讲嘛840名那事实上就只有一半的原额 我觉得这个比例事实上还是是这真的是缺了非常多啦那所以我也觉得说次长刚才您的回答并没有具体的回答到这个部分你们到底要怎么去解决去处理 因为呃这个学校的这个失职的部分基本上除非是新社学校啦或者是新社班级他才会有新的失职 或者他通常大概就是学校啊比如说有异动或老师退休他这个原额这个出来之后他才能够对外来征聘这个这个失聘 那目前的部分就配合啊这个法规啊这个原教法这个规定那么在学校呢如果有这个新聘的这个啊这个呃新开缺的这样名额的部分 要有一定的一个比例来包含原住民众人学校那么来征聘啊这个原住民级的这样子的一个失职 那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会在每一年的这个教师真实里面会以这个方向那么来啊这个逐年来办理 但问题是像这样子您您这样的说法就遇到一个问题嘛因为现在我们知道说国小的老师是包班纸的 所以如果要找到注意教师的专人专任相对的是比较简单但是中学以上的教师呢因为不同他们不同学科是采分科小学 那这个部分其实相对的你要在中学以上去做到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那个困难的程度跟国小是差很多的 那我想因为今天时间有限是不是有可能我请教育部这边就这个部分可能半个月之内提出说 你们可能短程中程长程到底要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 这有可能吗半个月内就是比较详尽的报告 这个部分可以提供一个报告给委员来做一个参考 OK那再来就是说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有注意到因为 因为我想原民教师主与教师比例现在不够高 这是一个确实的问题您刚刚这边也有承认嘛 那我看到的是说教育部这边有提出个方案就是说要直播共学这样的方案 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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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提醒的就是说因为其实这个东西我之前在质询的时候也有提到一个状况就是说 因为我注意到的是说我们有部分的部分就是有这样子直播共学这样子需求的学校 其实在我们我们自己选区里面算是在偏乡的地区 那我也一直在提醒一件事情但我觉得现在好像还没有 我目前并没有得到一个妥善的处理的感觉 就是说其实我们偏向地区有些地方根本你说会你会增加设备就是直播的设备 可是其实它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说你讯号根本没有到这边 那这个部分我之前就有叫教育部要跟NCC一起来处理 可是我目前看到的是我感觉这部分还没有下文 所以我在这里不好意思我还是要再次提醒就是说 我当然知道就是说后来因为包含刚好遇到疫情 所以我们会有一些直播的需求 然后我也都知道说教育部这边有提供一些设备 但我还是要提醒一个根本的问题 你要直播你要有讯号 那其实像本席我的选区很多地方真的比较偏乡 那个地方是根本连讯号都没有的 这个根本的问题一定是要先解决啦 那这部分我会希望说就是我们教育部跟NCC这边 能够进一步的去处理去解决 那再来下一个问题麻烦下一张 我也想请问一下就是说 依照原教法第九条第一项规定 中央政府应该宽列预算 然后专款办理援助民族的教育 然后目前呢他是说 比率合计不得少于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机关预算的总额的1.9% 那我也知道说这几年其实我们都有做到 但是我就想请问你们一个问题了 请问你觉得1.9%够吗 目前 这个年度 那么教育部跟原民会 那么在这个原住民族经费的这个部分的话 目前是占了1.95 那相较于总共经费大概49.9亿 那相较于去年呢 我们增加了2.7亿 我想这个部分每一年都有在逐步的成长 是 就是第一个就是说我知道有逐步的成长 但是我会这样问就是其实我自己是觉得不够的 然后再来还有一点就是说 目前援助民族教育经费之中的民族教育经费 民族教育经费主要就是针对我们 一援助民族的文化特性去做教育嘛 那去实施教育 那这个部分呢 我发现就是在我们整体的教育经费里面呢 民族教育经费的比例是越来越少的 那从近十年的比例来看的话 它大概是从39%直接下降到27% 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这样子来看的话 是不是 是不是反而我们虽然经费整体是增加的 可是在这个部分文化教育的部分 却是压缩排挤到相对应的经费呢 有关那个原住民族 包含刚刚委员所关心的那个直播教学 等等这个部分的话 是由原民会这边来处理 是不是 那至于刚刚委员所关心到网络的问题 事实上我们也搭配那个前瞻基础建设的部分 那个平宽等等部分大概都 在各个学校各个新市政府的部分 大家都有去做一些的扩充 做一些的处理 那是不是 中委员 这个中部队委 是 委员好 跟委员报告 目前针对原住民族 民族语言的直播共学的部分 我们现在有 201所的学校 那我们有提供56位老师 那我们是委外给远传来安装设备设施 给这201所学校 来做直播共学 对 但是就是因为我现在就是在反映 就是说有一个状况是 我们因为这个东西我其实之前 我特别跟教育部讲是因为 我已经跟教育部讲过很多次了 然后我也希望教育部就是跟NCC赶快来协调 然后来我们这边就是 还没有讯号的地方赶快都先处理好 那这部分我觉得我们办公室好像一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确 什么时候要去来做这件事情的回应 所以我也希望就是校育部能够赶快回应这个部分 那剩下 因为时间已经结束了 剩下我还没有问到的部分 我想我就用书面的方式来再去跟你们进一步的学院去要资料 好 谢谢主席 不好意思 谢谢来平委委员 谢谢 非常谢谢次长 谢谢中副座 好 我们休息五分钟 待会继续我们的咨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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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这样的思维 谢谢 谢谢 那下一页 我今天 对 成为内阁的国家重点发展策略下业 所以我从2017年的10月 本席开始倡议 将英语列为台湾的第二语言 那我们前院长 赖清德院长也积极的才是 在2018年的12月正式由行政院院会通过 2030双语国家政策上路 本来是教育部做机关 现在提升到国发会来做跨部会的办理 那我们前部长叶俊荣部长也甚至 把修正法律扩边预算跟行政的贯彻支持 作为教育部重要的2030的教育支点规划 我说的都没有错吗 那我想问一下教育部 在本土语言的部分 是由林次长您来做统合的招集 那我们的双语国家政策 是哪一位次长做统合的招集 之前是由我来统筹 那目前是由范政次 那为什么会有before and after 因为那个业务上面的一个调整 现在国教育是由范政次来做一个 好我要说的是 从我个人的倡议内阁列为国家重点发展策略的双语国家 在2030896天过去了 整个统合的机制 整个统合的机制 法律的支持 预算的编列都没有到位 我要说的是 这一次看起来好像也没有完真的耶 扁的时期 陈隋远总统那个时候 2002年就说我们要成为双语国家 到马英九加码 到现在 又十多年过去了 好我从教育部门来跟您盘点 下一页 法规面 法律齐备了吗 当初国发会有在赖院长的 行政院院会的宣誓之后 要求教育部要在三个月内 提出松绑法规的所有的法律修正 包括国民教育法 高级中等教育法 私立学校法 以及适性分组教学的 我们国民中小学的常态边班分组学习的准则 也包括双语教育延伸到幼儿园的相关法制的配套 甚至科学园区实验高级中学 如何让他未来能够回归一般的教育体系 让他成为全面英语化教学的一个典范跟领航学校 请问法规现在在哪 借其不连续了 当初的三个月内 你们好像也没有赵石成提出啊 次长 跟委员包括 包含国民教育法 高级中文教育法 以及那个边班准则的这个部分 教育部 有原理这个草案 这个草案的部分目前也送到行政院 行政院在召开会议 在做一个审查 你们什么时候会送到立法院来 目前 但是目前在审查当中啦 但同时也在整个政策面的部分的话 也希望教育部呢 在委托 把这个台湾世大来进行这个双语政策的推划跟研究 尤其这是我和其重要的一个倡议 下一页 法治赶快 一时辰提出 我们已经迟到很久了 预算到位了吗 我看了你们今年所有的跟英语相关的 你们全部编出来是2.7亿 我要说的是太少 拼装车 甚至远远不如当初阿扁总统 马英九总统的英语双语化国家的预算规模 完全是不足以跟过去的朝代来比较 赶快补足来告诉我预算新年度怎么编列好吗 下一个 师资也没有到位 我们今天在讲原住民族的族语老师 那我们的英语的师资培育 同样的没有达到你们优化的目标下业 而组织改造 我们的英语推动办公室 现在到底在哪里 次长 从您的手上一拨给范次长 好也许今天在这里没有办法从您这里得到 全关的政策推动的答案 但我要求两个月内 针对本席说的组织改造面 预算编列面 法治完备面 师资的强化优化面 两个月内 2030的双语国家 当我们在看本土教育语言的重要 双语国家也是一样缺一不可 两个月内提完整的报告来给本席好吗 好的 我们迎头赶上好吗 好谢谢辛苦 谢谢 好谢谢 谢谢吴思耀委员的咨询 谢谢林次长 继续我们请郑政前委员咨询 主席说的练习官员大家好 主席想请一下林次长跟我们原民会的中副主委 好有请林次长已经中副主委 郑委员好 董副主委好 然后林次长好 副主委我想请教一下 在您报告里面 您有提到说我们原民会这边在办理 原住民主语言的认证 对不对 就是认证的一个测验 那您这边有提到一个部分 因为这个认证这部分 其实就是要提升学习的民主语的诱营 那么原住民学生参与公会留学 考试然后师资培育大学公会等等 都有要求要中级以上的原住民语言的能力 对不对 是 OK 那您也提到了一个点 就是说从110年起的成在公园特考 就是原住民主考试要取得原住民语言的能力 认证 那你提到说到108年为止 通过学认证有6万4千多人 我想问一下 在6万4千多人里面 有多少是学生 然后在初级跟中级各有多少人 请副主委 各位报告 这个6万4千多人大概是从108年开始累积到现在 就是之前从民国90年开始累积到现在 参加主义认证通过的所有的总人数 对 是 所以其实不算多嘛 对不对 不算 不算多 所以在这里头的时候 初级 通过初级的有多少人 通过中级的有多少人 各位报告 这个我们还没 你再给我书面资料补充一下 那为什么我要问这个部分呢 就是跟市长报告一下 就是您提到的部分 您也提到一个点 就是说 就本部要鼓励 就是学生学习原住民语 所以你就有说 将原住民文化及语言能力 证明列入升学加分的优待 那么提供额外名额保障原住民升学的机会 对不对 所以这边的时候就是说 对于同学来说 原住民的同学来说 他们在 如果在申请入学的时候 它是用外加的方式 不影响原本的名额 对不对 对于 如果说 具有原住民主义的 这样子的一个认证 在这个 加分上面是可以加到35% 可以加到35% 对不对 这是在指考的时候的分数 加35% 对不对 所以不管是在高中的入学或者是大学入学都加35% 对不对 如果有这个认证 如果没有认证是加10% 没有认证加10% 有认证加35% 所以这个差距显然很大 所以本席为什么会特别问到这个主义认证的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它跟很多原住民的同学升学有非常大的关系 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其实我们也发现了一个点 就是第一个失职的严重不足 刚刚有很多的委员都提到这个问题 我们刚刚主席也特别提到 就是次长这边没有针对这个问题做一个很具体的回应 那么需要 后续要怎么去补足这个部分 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那本席要特别提到这个地方是因为 我看到圆明会的资料到2月29号为止 台湾总共有57万2239名原住民 那么在这当中的时候呢 新竹市大概只有4301位 那可是新竹市的情况很特殊 因为它是都市化的 相对都市化的一个地方 然后原住民人口少 可是我们总共有16族 有42种的方言语别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在新竹市 原住民的小朋友 他们很难得到真正的一个 母语的一个教育 我想请教一下就是 中国主委就是说 你知道说在新竹市 有几位专职的竹语老师吗 还是这是您次长可以回答的 目前在新竹市的 目前是没有 对 新竹市没有半位竹语 专职的竹语老师 所有的竹语老师都是跑终点的 都是终点的竹语老师 做资源人员 对 做资源的人员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的时候 因为有加35% 如果通过 升高中 如果通过初级认证 可以加35%的分数 在升大学的时候 如果有通过中级的认证 可以加35%的分数 可是在新竹市 没有这样的老师 你要让新竹市的原住民小朋友 他们从哪里得到这样的能力 去通过我们初级 或者是中级的竹语认证 这其实是一个 给了他们一个 看到一个机会 可是又没有让他们 有去得到这个机会的能力 因为在新竹市的状态呢 每个学校 因为很多竹 那么 每个学校 他们几乎都开不成课 如果比较有心的家长 他们可能就要想办法 找家教老师 足语的家教老师 也很难 要从双北找 所以本席要提到一个地方 就是说 我们既然 透过这样的一个机制 希望能够 让更多的人 来学习竹语 让更多的同学 来学习竹语 给他们这样的一个 奖励的一个机制 可是我们又没有能力 去帮助他们 因为在新竹市 这样的一个环境来说 很多父母 他们本身 竹语的能力 也非常的薄弱 甚至于是没有 这样的能力的 那到他们的下一代 他们要怎么样 去学习这样的一个母语 显得更加困难 所以在学校里面 就变成一个 他们很重要的一个 取得这样能力的一个来源 母语本来想说 是跟妈妈学 可是在新竹市 都市化的状态 我看到很多的 原住民的家长 他们其实也没有办法 有这样子的一个 足语的能力 所以本席希望 就是针对像新竹市 这样子的一个 都市型的一个地方 那么我们 原民会跟我们教育部这边 能够多给一些资源 比方说 现在我们对于足语认证 其实每个地方政府 都有一些奖励机制 新竹市最少 500块 台北新北没有 可能就他们量多 那我要讲的状态 当然不是说 这样子的一个奖励机制 他们会为了这500块 3000块去学习语言 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态度 所以每个地方政府 给的奖励的方式不同 本席希望 就是我们原民会这边 是不是能够在这个部分 给一个更高的一个 补助的一个机制 让各地方政府 对于整个足语的认证 能够多加推广 让我们原住民的同学 真的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 足语认证的机制 进到他们理想的一个学校 好不好 谢谢 是 谢谢委員 好 非常谢谢郑政权委员的资讯 好 谢谢 呃 次长还有原民会 还有文化部 这个真的是很大的问题 就是地方政府不聘用的问题 所以你们非得要去解决 我补充报告一下 刚刚政委特别关心到新竹市的 那个主义专职教师的部分 那我们过去我们都有核定名额 不过他没有申请 不过目前我们大概经过协调 109学员度 新竹市已经 已经我们核定一位 他准备109学员度会来招聘 速度非常的慢 谢谢郑政权委员 对原住民主义老师的关心 谢谢你 好 继续我们请高宏安委员咨询 好 主席好 好 有请林次长 还有我们的原民会副主委 好 有请林次长 已经中央副主委 高委好 市长好 副主委好 呃 我想每年2月21号 是我们的所谓的原住民的 呃 世界的母语日 那其实我们有看到之前 在呃 原住民 原民会这边呢 其实我们在1999年的时候 我们提倡说 要宣传保护语言的重要之后 原住民族的语言发展法呢 其实就把我们16个原住民族的语言 列为我们的国家语言 那我们看到的是原民会 在保存这个原住民 相关的一些文化跟语言的这个部分呢 其实做了一些努力 所以其实看到这张图 我觉得还蛮骄傲也蛮感动的 可是呢 其实这个法律呢 公布了两年半过去 其实我们看到一个问题是在于说 大家好像对于原住民族语言 虽然有了一个在 我们不管是我们的招委 还有我们的一些委员的努力之下 推动了这样的法令 可是两年半过去了 我觉得好像这个 标语上面写说 写说我们很骄傲可以说族语这件事情 我们真的做到了吗 包含说您看到说像我们看到原住民语的部分呢 其实我们在包含是我们的 目前有五个族的语言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调查 它是显示为极度危险 然后呢有九族的语言呢 它是属于脆弱的等级 那我们也看到107年呢 这个原民会呢 其实有去做一个教育调查的统计 那这里面我们看到一般学校 重点学校还有实验教育学校呢 其实完全听得懂的部分 我们包含实验教育学校的比例是2.21百分比 一般的学校是2.29 所以我觉得说其实当然我在看到 就是我们前面的这些 不管是我们的招委还有立委 在我们的朝野上面 推动了这个原住民的语言发展法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利益 可是呢在后面的我们在教育部 跟我们原民会的这个推动上面来讲 目前看起来成效似乎是 跟当初的一个利益是有所差距哦 那我想说这个部分 先请教一下两位 就是跟这个事情最相关的两位主管 那对于这个部分 目前是有没有评估说 这个的原因是什么 还有它后面要怎么去做改善呢 我想可能次长会比较 是不是 直接相关 教育部 这个对于学校来推动这个原住民语 等本土语言的部分 在课纲上面 我们已经做了一些的调整修正 所以从这个国小是必选 国中语上是选修 那同时会配合国家语言发展法 在111年的部分 那么会列为布定的课程 那我想我们会朝这个方面做一些努力 那以这个原民会这边的统计的一个资料的部分 我个人是认为他们可能一方面可能是这个学生的学习意愿的一个问题 那再加上可能是师资的部分确实有些再去做一些的加强 同时可能要有一些的鼓励奖励的诱因 让学生更有意愿 那么来做一些的学习 我看到原民会其实不好意思 我先跳到后面的这个部分 因为其实既然次长提到原民会 我还是要鼓励一下 因为我觉得原住民族娱乐园的这一个网站 我们因为就是主席排了这样子的一个会议 其实我们也包含我办公室同文 大家都在这个网站上面浏览了 发现内容真的很丰富 所以其实原民会在这个部分 我必须要说你们其实在这个部分做了蛮多的努力 那当然刚刚次长有提到师资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包含说我们其实有去研究了一下原住民族 包含像教师聘任的情形 我们在原本我们需要聘任的这个人数 应聘族教师的人数是181人 那现在实际不足的人数 其实达成率只有到34% 那这个部分我们本期这边也去了解了一下 其实教师它会流动 所以呢国中小教师的一个原额的控管问题呢 其实会造成他们很难去再聘更多的 这些原住民族的教师 我想这个核心的问题如果没有解决 好像再多的老师其实学校可能也都聘不到 所以刚刚听了一下很多委员在谈的意见 师傅次长这个部分 也很多的原因 那是不是次长可以在这边承诺一下说 你们接下来会怎么样做 来帮助原民会他们有很好的一些教材 怎么样能够把老师的部分补齐呢 跟我们报告一下 那因为老师的调动是涉及到个人的工作权益啦 当然不太可能用法规的部分限制不能做一个调动啦 不过呢在这个一百应该是前年啊 那么也在我们教育会的这个 这个支持跟努力之下啊 我们也特别订定的偏远地区学校教育发展条例 那如果是老师呢留任在偏远地区 这个达到六年 就是限制如果工会生的话 那基本上为偏向而办呢 至少要服务满这个六年以上 那同时如果是他服务超过九年 或者是十二年 那也会有这个九任的一个津贴 鼓励我们的这个偏向老师能够留任 那至于这边所列的原住民的重点学校 多数的学校啦 多数的学校大概都是在这个偏远地区 他都可以这个办法的一个使用 那我想除了原住民族教育 法等相关的三个法规 再加上偏向条例的部分 稳定这个师资的部分 我想这个对于我们偏向的师资稳定 应该是有些帮忙 我想可能就是几个部分啦 就是目前看到还做的比较不够的地方 包含说可能我是不知道说 就是次长跟原明会这边 我们教育部份原明会是否有常常在召开一些会议 针对共同招募师资这个部分去做一些交流 那第二个是我们中央跟地方的资源 要怎么样去整合 让地方政府也能够来配合我们中央 去做这些所谓政策的推动 那包含刚刚讲的条例 我觉得从法源上面去处理 让教师的一个留任 不管是遇才留才 这些部分都能够有它的诱因存在 我觉得是相当好的 但是我觉得现在可能是执行面上面 需要再更加强 所以这个部分当然也是 可能需要中央跟地方再更多的一些协调 包含像原明会可能也会 从你们很好的一些有做的努力怎么样能够推广出去 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接下来要更努力去做的部分 那再来的话是说我们其实有一个原住民族语的直播共学平台 这个部分我觉得自己看到其实也是 老实说我也是觉得蛮好的一个部分 因为包含像我们的直播共学平台 它可以包含说我们不同的学校的同学 都可以上线跟同一位老师去做互动 那这部分的话其实师生能够及时沟通 可是我们是有看到说可能老师的部分 有一些部分的语言老师比较少 就是有一些语言可能老师比较多 那有一些语言可能包含像少语 格马兰语 雅美语等等 这些老师好像是只有一位 所以他的开课量也不够多 那这不知道袁明慧的中副主委 是不是对这个现象有所了解呢 是 我想因为刚刚委员所提到 那个都是比较宾微的语言 所以对于语言的那个熟悉度 的确是有这个困难 不过我们现在就加强 有关宾微语言的部分 有一个师徒制的这样的一个传承的方式 来做一个学习 是 因为我之前自己也有 就是在办那个AI教育的时候 我们也有推动过这种所谓的远距 然后共学的平台 那我们发现说其实师徒制 包含说老师带一个学生 其实这个方式是有助于扩散他的 包含小助教的这个机制 那再来是你们在台北跟南投 其实都有这个平台的摄影棚 那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 有可能再把这个摄影棚的部分 再让各个县市有一些平台也能够去加入 我想这个应该可以扩大老师们 他们就是来做教学影片拍摄 或者是直播的这个意愿 那这个就是给副主委参考一下 谢谢委员的建议 那最后的话是我们其实有看到呢 就是我们在这个部分 其实有一些AI在世界的这个趋势 就是联合国他有做一些不同的一些AI语言 他其实是有点像是聊天机器人 所以呢刚刚我看到说 其实我们在圆明会有一个非常好的网站 那我也非常的鼓励大家去使用 但也可以考虑就是用一些像现在很多新创的技术 聊天机器人线上可以去做一些发音的纠正 我想这也是一个蛮好的趋势 提供给大家参考 谢谢 好非常谢谢高宏安委员的咨询 我们现在目前跟科技部的国网中心 有建立马上要建立这个机制了 谢谢 好谢谢次长还有中副主委 继续我们请李德韦委员咨询 主席先麻烦次长 有请林次长 第一位你好 好市长早 那个第一个问题 当然还跟还不是主题 先负问一下 先跟次长提一个有关疫情的部分 因为本期这边接到民众的陈情 说我们台东的成功商业水产职业学校 有258位的学生 但是我们教育部只有配一支儿温枪 那其实根本不够用 那所以想要请教次长是 我们教育部现在怎么样分配这些东西 那他假如坏掉怎么办 那所以说在这个部分 我当然我先讲我的部分 就跟次长讲 就是说本期希望我们教育部可以增加配给 另外学校也反映 他们自行在网站购买的儿温箱 目前也被留置在海关 无法取得 是不是也可以拜托 教育部这边来协助他们解决 好的 谢谢李委员的关心 我想教育部针对中小学的部分 那么在开学前 有按照那个人数的一个班级数的一个比例的部分来配置这个儿温枪 那学校如果有儿温枪不足的这个问题的部分 我们会来这个协助啦 至于刚刚讲如果留置在海关 我想我们会来进一步的了解成功伤水的一个情形来给予学术跟帮忙 是好 那这个部分就拜托次长 那接下来我就针对我们今天 这个我们原住民族语教育推广以及政策讨论 我来请教次长 跟这样子也麻烦原民会主委 报告主席 也可以请副主委 好不好 谢谢 有请中副主委 谢谢 好谢谢 那这边当然先请教次长 我想 其实在教育的部分 其实应该算是一个教育的金字塔 所以严格来讲 对于原住民也好 对于台湾也好 就是月底下的人 对于原住民族的语言有兴趣 甚或我们自己的原住民 他能够讲原住民语 这个可能是首先的重要 当然他发展到上层的文化的部分 甚或语言学的 语言文字的保存 甚或很多文化产物的保存 在这个部分 当然其实越高端越少 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 我可以请教一下 不管是原民会也好 或教育部也好 针对这个部分 你们的经费 你们的人员 怎么样来分配 跟委员报告一下 对于中小学的部分 我们针对本土语言 当然包含原住民语言在内 只要有一个学生要修 那我们学校就必须来开课 所以我想也就是希望 从语言的学习 不能够从小开始来这个培育 所以只要学生有意愿要学习 那我们学校里面就要克服 私自的问题 来给这个协助跟帮忙 那至于有关在私自的 这个的部分 因为课程的教学 必须要有私自的 所以包含了 这个我们也在重点学校鼓励 要有这个原住民族语的 这样子的一个师资 同时呢也包含了这个 这个族语的教学资源人员 那这三年来我们也推动 这个专职化 也让这个族语的师资的部分 能够来更充裕 来满足这个现场教学的 这样子的一个需求 至于在课程的课纲的规划上面 这一次我们也配合 那个国家语言发展法的一个订定 那除了小学 小学中 国中跟高中 都要立为这个布定课程 未来目前国教育 也正在修正这个课纲 这个部分当然您特别提到特纲 本席差一句话 也提醒市长 因为我想其实在原住民的历史来讲 它基本上对于我们台湾的历史里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我想包含牡丹社的事件 大港口的事件 甚至太鲁阁的事件 很多一般民间认为 十大原住民族重要的历史事件 这边本席也建议 要尽速的来列入课纲 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 我想许许多多 我们现在在课纲里面 看到了当然刚才讲 所谓的日据时代 许许多多原住民的历史 而且一些重大事件 并没有列在我们的课纲里面 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 是不是可以请原住民委员会 怎么样来跟教育部来做一些 多一些协调可以吗 是 谢谢委员 我们也已经跟教育部有在合作 准备就这十大历史事件 怎么纳入课纲 同时我们针对这历史事件 我们也计划要拍成纪录片 能不能让更多人知道这个事情 因为我想这个部分 刚刚我觉得我们 黄国苏昭伟 他其实他讲得非常好 包含我们年轻的时候 学英文非常快的东西 我们讲讲 知之者不如乐之者 乐之者不如耗之者 所以说基本上你要对这个东西有兴趣 你要引发我们民众也好 引发我们原住民的学生也好 他对于他自己的认同 他对于他历史的认知 他对于这一方面的爱好以后 我们来推动是更加的容易 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 就要特别拜托 我说因为我真的认为 本习有很多原住民方面的好朋友 他们对于自己的历史的认知 我觉得你可以在座去加强 那样子对于原住民下一辈 学习他的语言以后 学习他的历史文化 去引发他的兴趣 本习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当然在这部分 也要请教次长的事 刚刚次长有讲到 由于高等的学术机构 非常难成立这些相关的研究的机构 包含硕博士的这一个部分 那因为您刚刚其实也提到了 因为未来的就业市场比较窄 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 当然本习也想请教的是 原住民委员会或者我们文化部 有没有在这一方面 替我们这么多原住民族教育 起来以后的人才 在他未来的发展的方向 如何提供他就业市场也好 如何让他学了这些东西 能够发挥出去也好 有没有一些规划 跟委员报告一下 我想高等教育的人才的培育 当然我们会积极 依照法规的部分 来请各大专业校园的部分 能够来研议 来设置这样子的一个细所 培养这个人才 确实这个人才培育之后 他必须面对就业的问题 包含除了担任教职之外 当然研究或者是文化产业等等 这部分都是将来他们可以来 开就业的方向 我想这个部分教育部我们会跟 包含文化部或者是包含的 原委会或者相关部会 那么在相关的这个就业的机会的部分 我们是不是能够来增加 他们的一个就业机会 好谢谢 那这边当然也特别麻烦一下 我们文化部的司长是不是 这个部分我想刚刚其实 我们黄国书昭伟特别提到 在这个文化产业推动里面 真的我说非常多台湾的年轻人也好 甚或华人圈也好 对于原住民的文化 原住民的语言歌唱 大家都非常非常有兴趣 所以如何文化部在这个地方 能够投注更多的心力 让台湾的原住民文化 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能够吸收更多 不管是我们台湾 我们国人的目光也好 甚或是其他国家 这些艺术或者文化工作者爱好也好 在文化部这个部分 是不是可以请文化部多多来协助 是没有问题 跟委员报告 就是文化部这边 不管是在创作 或者是音乐或艺术这边 我们有相关的一个补助要点 也有资源的这部分可以来协助 好谢谢市长 谢谢市长 好非常谢谢各位委员的咨询 谢谢 谢谢市长 司长还中附座 继续我们请郑天才委员咨询 时间是四分钟 不好意思 谢谢 对因为 因为你们有十二点以前 一定要结束我们委员会的 这个开会 谢谢 好主席各位委员 有请教育部次长 还有中副主委 还有中副主委 以及陈市长 谢谢 郑委员好 陈市长对 教育部 研民会 文化部 中央的机关 那还有今天没有来的 比如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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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民基金会 研文会 它有客家 研民主民主电视台 还有广播 还有以发会 然后就是公事 怎么样在这个我们整个族语的传承 学习 发展 研究 各方面 所以我们基本上对象 研民主民主电视 研民会为主 文化部要去支援 家庭也是一样 研民会为主 文化部支援 这个父母亲 当然也是以研民会为主 文化部支援 婴儿 婴儿到底谁的 这个部分 在教育部的报告里面 有提到婴儿 但是你们是补助经费的支援 都可以一起支援 但是这个婴儿 我认为 还是以研民会为主 这个婴儿 当然这个 如果有 有这个 卫福部的一个什么 托婴的什么那些 当然也要来支援 然后这个学校的部分 从幼儿园开始 国小国中高中大写 要以教育部为主 要以教育部为主 所以这样的一个规划里面 国小 我们先从幼儿园 幼儿园当然 我过去在研民会担任 担任这个 常务副主委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有 相托 早期有相托 三地相托 平地人住民的 有相托 所以当初 基本设施维持费 一定要拨一定的经费 要拨到这个 这个相托 然后要足以的 幼儿园的足以的学习 那现在都是教育部 来主管这个 幼儿园 所以这个教育部 要以教育部为主 但是现在做的不够 这个幼儿园的部分 国小国中高中大学 我们就讲国小国中来讲 这个专职的主义老师就不足 对不对 你现在专职主义老师有多少位 一百 总共目前我们合并有176位 那实际上一并聘151万 对是不够嘛 我们不止这么多学校吧 之后还是会每年再继续 所以这个部分要去加强 加上如果高中大学 例如高中以下的那个部分 高中当然就更欠缺了 这个部分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 当然就是社会人士平常 社会人士会包含在家庭部落 所以圆明会这个部分做的不足 做的不足 如果我们看这个 你看这个圆明会 主义传习教师105间 主义寄会所105处 辅导学习教育630个 你的主义保姆也没多少个 所以都不足 所以这个怎么做一个分工 从圆明会教育部来召集 然后请文化部来支援 这个部分是不是 应该是圆明会来主导 是 谢谢委员这样的一个 建议我们会努力往这个方向做 那这个部分是我们的 与推人员在各县市乡镇 所执行的一些工作项目 对没有错 与推人员 刚刚讲的中央部会 然后刚刚没有提到的 就是地方政府 直辖市县市政府 乡镇市公所 还有一些社交机构 是 这个部分怎么一起的来推动 包括推动组织 还有这个主义推广人员 这个部分共同的来整合 好不好 是 谢谢委员 好非常谢谢郑天才委员 谢谢 谢谢次长中副主委 还有陈司长 继续我们请孔文集委员 咨询谢谢 好 主席可不可以请那个教育部的林次长 有请林次长 还有延民会的中复主委 还有中复主委 好 那个林次长 是 这个我们原住民主义原发展法在106年6月通过之后 公布 公布施行嘛 是 那我们延民会跟教育部啊 可以说 推广原住民的原文化是不以利 这个政策方向是对的 是 好 因为当时 我们原住民很多不会学习 不会没有学习族语的环境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台北市延民会当主委的时候 我们率先推动那个原住民族语言潮 语言潮 鸟潮的潮 那当时原住民族语言发展法还没有 那大概是20多年前 语言潮是 学取这个纽西兰推动族语的这样的一个经验 百分之百沉浸式的教学 那后来我们在台北市都会区 怎么让我们都会区的小朋友 有学习族语的环境 当时我们台北市原住民委员会推动的最好 我们找部落的齐老 在住在都会区的 在他们的家庭 教会 甚至于 这个活动中心 甚至于在我们卡达格兰文化馆 来教我们都会区的小朋友主意 因为台北市有很多学校 大概只有一个两个是原住民学生 像台北市的中校国小 当时只有两三个学生 那然后呢 有阿美族的 有泰亚族的 那怎么学习 两三个学生 就必须要找两个老师 所以我们就推动原住民族语言潮 那这个语言潮这个政策 已经把它纳入到其他 有关的这个我们原住民的相关的福利 公费留学考试 公务人员考试 这个都必须要具备 这个会讲主义的环境 那我对这个 我对这样的政策 这个是比较保留了 就是说考公费 或者是考公务人员考试 一定要学习讲主义 除非是言民会说 你把今天考原住民族 这个特考的 你要他会讲 自己泰亚族的主义 但是分发的话 照考试的成绩分发 那你会讲泰亚族的主义 照考试成绩分发 你分发到屏东县的 这个来意乡公所好了 到那边是讲排湾主义 所以你这个配套措施要做好 配套措施 那你当初为什么要他 一定要学习他的主义呢 那你是不是说 他会讲这个主义 应该让他在泰亚族的乡镇服务 因为他会讲泰亚族的 但是你们照成绩分发 那是要给他分发到屏东县 他只能选屏东县的话 那他又不会讲排湾族的主义啊 所以你们推动这样的政策呢 整个配套措施 还没有这个完成 除非配套措施做好 那我们将来照成绩分发的 这个来检讨之后呢 那你会讲主义 那你就在那个主义的 那个相论公所来服务嘛 第二个呢 本习是对我们教育部啊 深感遗憾啊 要表示抗议啊 你们在原住民族教育法 第25条 当时为了解决流浪教师的问题 本来是到108年 就已经满五年了 要禁用原住民族的 师资专任教师 校长主任 要禁用一定比例的三分之一 在原住民地区的 要三分之一 那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在 去年又修正说 在从108年5月24号 修正条文 施行后十年内 你们自己把自己 本来是本习是要 解决流浪教师的问题 你们教育部又缓冲十年 这是原住民教育政策 大倒退啊 我在这里要表示抗议啊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原住民到现在说 我们浏览老师都解决了吗 本来五年就可以 到108年就可以了 你现在又给他缓冲十年 什么道理啊 来自长你先回答 跟委员报告一下 那确实在原住民族教育法 在修正之前 当然我们各地方政府 还有包含各学校 大家也都很努力 希望能够达到这个目标 但是确实在执行面上 是有一些困难 因为这个失职 就是因为你们执行面上 碰到了困难 你们就来修法啊 因为主要是因为学校的 这个缺额的部分 必须要学校有调动 或者是有退休 或者离职 他才会开学出来 才能够征聘新的老师 这个当初啊 我是每年都列管 我每年都列管 可是我真的非常的遗憾 在修法的时候 大家也了解到这样的状况 所以我想目标都一样 跟孔文杰都一样 我们是希望 透过这个修法之后 能够让他能够更务实 那将来也能够 本心是希望这个法 这个是一个严重的倒退 我希望还是能够把它修回来 好 谢谢孔文杰委员的咨询 谢谢林次长 谢谢中副次座 谢谢 继续我们请中嘉宾委员咨询 谢谢 主席在场的委员先进 列席的政府机关事长官员 会长公众伙伴 记者媒体林区先生 大家辛苦了 那有请次长 林次长 有请林次长 来中文啊 次长好 时间有限 我们长远的原住民教育要关心 紧急的事情要关心 来我们先看一下 这一次的疫情 我们政府做了好防疫 接下来纾困 接下来呢我们的经济复兴要有创造内需 也要降低对外的依赖 然后呢我们看到了 这是各国在阴影的过程当中看到了香港跟澳门 他投入的金额 占他GDP最高 超过一%的有中国 有韩国 有意大利 有新加坡 有马来西亚 台湾目前只占了0.4% 比日美国的0.7还少 所以我们这里要思考一下往下看 国内经济会遇到什么情况呢 因为怎样 因为我们出口市场衰退 订单减少 消费不振 收入减少 会造成我们的经济 应该类似像 美国走出大萧条 以及二战之后重建欧洲的马歇尔计划 马歇尔计划难道跟教育部有关吗 有关我说给你听 面对全国经济局势 台湾怎么因应呢 我们要由政府提供 在前几天的 过难题呢 比如说这个家庭 他们每年都会去度假 度假的今年生意不好 他预付了两年的租金 预付了两年的租金 让他们的对象呢 能够度过难关 或者说储值100杯的咖啡的值 以后消费 好 那政府怎么做 政府可以投资呢 比如说我说要开发自主能源 来布建无人载具的系统 还有高端的技术人才链接 这个部分我要跟教育部咨询的 还有营养午餐 营养午餐他们要代位消费 我代位会说明 往下看 我们看到了最近 留学美国的 留学大国美国 有三分之一的留学生来自中国 澳洲有28% 但是在这次疫情之后 很清楚的这些国家都紧缩 我们来看中国过去派了多少留学生 你看 中国的工会留学 它是在这些领域里面 它在2008年 工会留学有13000人 而且它的占比呢 它的85%的人员 符合他们国家的需要 其实某个程度来讲 这是蛮有远见的做法 相对之下我们来看一下 台湾是怎么样 台湾的工会留考呢 我们大概是这个人数 从两位数变成三位数 到去年为止是 前年为止是130人 国家有多少留学生 我们最近回来的41090 是不是 上个星期陆陆续都回来了 都是自卫留学的 好我们说明了什么情况 目前正是一个大好的机会 为什么往下看 因为呢 过去中国 它针对重点行业跟特殊人才 它大量的对国际的名校 实施捐助 派工会留学 挤压了台湾留学生 申请这些国家升学的机会 而我们台湾 现在中国把这个名额 让出来之后 台湾的政府 尤其是教育部 赶快的要盘点 台湾未来产业需要的技术 那么在中国招聚的学门 我们赶快的派人去 教育部不要忽略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当中国已经退出 国际的高等教育的时候 我们跟先进国家 尖端技术连结 教育部 不要只有动在 我们过去三位数的 工会留学人数 往下看 好 什么叫做代位消费 比如说 现在家长未来可预期的 一到两年内收入会减少 那本来小孩子带便当送便当 现在国家有提供营养午餐 小孩子一天要吃三餐 如果我们政府可以帮家长省那一餐 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希望这边 政府全面实施高中以下营养午餐 由政府帮全国的家长省一餐的费用 为什么 这就是代位消费的概念 人民没有办法付 没有办法消费 政府来帮他付 好什么好处呢 我们来看一下 要做这件事情 这未来两年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 要先干嘛 在各地方的学区 比如说一箱 或几个箱 选定一个中心学校 办理中央厨房 你中央厨房盖好了之后 你可以做什么事情 我们往下看 比如说 食材的采购 过去我们农委会 做了大量的农业补贴 但是对农民的成效有限 如果今天政府成为一个 全国饮养午餐的代办者 我们出这个钱 我们当然可以要求 各地政府买农民 有生产履历的 有机的 无毒的 合肤农民生产 效益的国内生产的食品 如果我们能够创造 对国内农业的消费 农民口袋的收入就增加 农民口袋的收入增加 我们国内的消费就会增加 其实农民是国内内需市场 最主要的客户 所以我的结论来了 所以说 钱从哪里来 我们不是只有600亿 或现在要追加 400亿的纾困基金 我们还有一个前瞻 还有第二个 四年4200亿的计划 这当中里面 我希望教育部盘点一下 除了 有没有食品安全建设 有没有人才培育计划 有没有这些事情 请教育部赶快盘点 你们在前瞻 第二期的时候 我最后提出 希望台湾版的马蟹计划 教育部不能缺席 请教育部评估 在一个月内提出 全面提供全国高中下 学生营养午餐 以及扩大工费留学培育 和国际链接人才的计划 的书面报告 以上 请部长 次长简要答复 也请教育给一点时间 让次长答复 好 谢谢中委员 那么在防疫的同时 也关心到我们台湾 未来一个发展 同时 刚刚提出来有关 希望能够针对营养午餐 扩大办理 全面提供 还有针对这个工业留学 跟国际链接人才的部分 那我想这个都是一个 很好的方向 那我想我们会按照 这个委员的一个 要求的部分 我们在一个月内 来提出书面报告 好 谢谢次长 谢谢赵伟 谢谢 好 非常谢谢 钟嘉宾委员的咨询 也谢谢次长的回应 继续我们请 陈娇华委员 时间四分钟 谢谢 主席 还有我们请次长 有请林次长 陈威好 次长好 今天针对原住民的这个语言 还有相关文字的这些讨论 那本席提出就是 针对原住民族语言 发展法 第十六条 那原住民族地区的政府机关 学校公营事业机构 应设置地方通行语之标示 那前两项标示设置之项目范围及方式由中央主管机关公告之 那这里要请问原民会进度如何 跟称委员报告一下 因为这个是原民会 那我是不是请原民会的中副主委来说明 谢谢 好有请中副主委 以上这些工作我们都已经公告了 而且目前已经有27个乡镇市区在公文书写的双语书写 那至于地方通行语的部分已经有10个直辖市县市政府在办理 那这样子改名的这样子的这个审查有让更多原住民部落知道吗 是他们会知道 因为改都是自己地方上的地方名称或者是用双语标示 好那我们再看下面 就是这个是台东 目前很多街道是都还没有采用 这个传统礼遇这个原住民族的这个名称 所以本习是认为这个地名权 也可以说是语言权的表征 那世界各国的思潮已经走向还我地名权 所以在以在地因原则重建语言景观 对这个语言文化保存有积极正面的作用 所以原民会请设定明确的目标逐步回复原住民族的地名权 所以如果现在只有27个申请 相信还有更多 更多的这个传统领域的这个民族民族应该会来申请 那在下面本习是要再强调就是传统领域自然资源巡守 那我建议原民会可以跟水利署来合作 那做什么像我们看图片就是跟林务局合作 做山林的巡守 那这里我是建议就是针对 因为传统领域很多是这个水资源保护区 那目前水利署这边他们所主管的这个水源保护费 是可以来推动这个传统领域的水资源的守护 还有巡守 那这个部分呢 今天我们关心传统原住民族的传统领域 所以我们也希望结合水利署跟原民会 大家来一起来推动水资源的保育 那这边是 谢谢委内建议 我们这个部分也会跟水利署做密切的配合 那我们现在有十几个 好像十五六个类似这样的传统领域自然寻守的一个机制 那我们会跟他们重复一个配合 好我们知道台湾的水源区很大 所以未来一定会有更多需要大家来合作的 好 谢谢委员 谢谢 谢谢 谢谢陈建华委员的咨询 谢谢林次长中副主委 继续我们请一下林德伟委员来帮本席做代主席 谢谢 好我们有请高金赵伟 谢谢 谢谢 谢谢主席有请林次长 还有中副座 还有市医师的市长 郑市长 高金赵伟 好谢谢 今天呢我特别排定了援助民族语言教育推动 还有政策的检讨 我们看到了教育部文化部还有原民会 因为我们有了相关的法律 所以你们今天三个部会都在这儿 可是我看到一个非常让我们头痛的问题 也觉得不堪的问题 你们三个部会好像都各做各的 虽然在原民会的报告里面有讲 文化部里面有展开过两次的会议 可是很显然这两次的会议并没有达到所谓的共识 所以本席在这里呢就要求你们 一个月之内必须要把大的架构 大的方向政策资源整理好 然后再来做一次的报告跟说明 第二件事情呢我要针对我们原教法在修正之后呢 有几个法我要让大家知道一下 我们有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一条 还有原住民主原发展法第二十条 其实都有民地规定 但是呢现在我发现可能有一般人不太知道 什么叫做原住民者的失知 什么叫做民族教育的失知 什么叫做族语教师的失知 其实这三个我们都已经都有了 那么也非常谢谢教育部 在我们在盘点所有资源的过程当中 我们一步一步的在到位 比如说原住民的失知是具有原住民身份的一般老师 比如像是学龄前的教育 小教宗教特教等等的老师 我们都叫做原住民级的失知 第二个就是民族教育的老师 跟前面提到原住民的失知是一样 他们是具有原住民身份的一般老师 但是民族教育失知多了一项 就是加注了原住民族语言的专长 讲白了就是具有原住民身份 而且会原住民族主义老师 第三个就是主语老师 他是以专职或者终点的薪知 在学校教所谓的主语课程的老师 好我们现在看我们新修的教育法 第三十三条请助理放一下 第三十三条讲到了原住民重点学校 于规定的专任教师编制员而内 我们看到专任教师 我们再看一下三十一条 三十一条里面有讲到 为了保障原住民族教育失知的来源 中央教育主管机关应该协调各失知培育的大学 要保留一名名额给原住民的学生 并且要依照中央教育主管机关还有地方政府的 原住民族教育及足于失知的需求 很显然这是有两块 一个叫做民族教育的老师 一个叫做足于失知的需求 三十一条这个出现了以后 三十三条才会说 原住民族重点学校在规定里面要的 专任老师的编制员而内 至少要聘任一位具备所谓的民族教育的 这些老师为原则 我们看一下一百零八年 原住民重点学校国中校三百五十四校 高中职三十一校 没有所谓的原住民族的专任教育老师 我们倒是有足于老师 刚刚说了有一百五十一个 那三百五十四校三十一校的高中职 很显然这个是还不够的 所以我们要求教育部 你们要再努力跟地方政府来配合来协调 接着我要再讲了 就是原住民族的专任老师 很显然目前是没有的 我们来看私培法第七条 私培法第七条就是说 按中等学校国民小学幼儿园 还有特殊教育的学校班的师资类别 你们要分别的规划 是吧 然后再来第二 各师资类科学科领域 群科师资的培育内容 还有各类科名额 应该要报中央主管机关核定后实施 中等学校国民小学的师资的类科 可以依教学需求合并规划为中小学校师资的类科 讲白一点就是 您教育部里面的师议师 您如果没有对于原住民师资的课程规划定出来 请问一下各个学校他要做为什么 作为依据 刚刚次长您答复了其他委员 尤其是范云委员所讲 你说各大学他们不愿意开有两个 一个是他未来到底到哪里 市场 第二个是现在的孩子少指化的问题 可是我要先讲到 法律已经规范你们了 必须要培育原住民族教育师资 市议师并没有把课程规划出来 请问各大学他们怎么会有依据呢 你们所谓的民课原住民的语言 你们已经有课程给了各个师资培育的大学 可是就所谓的民族教育的师资 你们并没有开这个课程 请问一下市议师 请你回答 报告委员 因为现在市议师的培育 是依照课纲里头的语言的类别去培养 还有语言文化 那确实在援助民族教育的 资培课程这一块 现在是包含在语言文化的课程里头 是啊 所以我刚刚跟你讲 请助理再回到前面那个第一章 我们有三大 第一个叫做原住民级的师资 第二个叫做民族教育的师资 第三个叫做主语的师资 很显然你只针对这三个 可是我们在第31条里面所讲的 具有原住民族教育的师资 你并没有开课程嘛 所以你不要推给这个 所以我要求师医师 你们要尽快订地课程 你这样子各个大学才可能会有依据开课程嘛 你们不要把这件事情给忘记了 本心希望要求在这里一个月之内 师医师你不要捡便宜 这个一定要给我落实 你没有了这个东西 当然啦 如果各县市政府开缺 我怎么会有这些师资呢 怎么会有这些人呢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 我们如果开了课程 原住民族的相关院系所的这些学生 他就直接会可以直接接到 所谓的师资的教育 不是吗 你连这些都没有的时候 然后请问一下 我们怎么会有具有原住民教育资格的老师出现呢 原住民族学校法就马上要在立法院 要来修了 要来定了 你都没有这些师资培育 你怎么可能未来会有这样子的人 到原住民的学校或重点学校去任教呢 所以次长 北西在这里要求你们 不要用其他的这个语言推托 这是你们必须要做的 一个月之内一定要做好 好不好 另外呢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今天下午两点半 我们有对于语言 这边有一个公听会 所以请次长 请这个原民会的中副座 还有文化部的师长 你们还是要列席 因为听听看来自基层的这些人声音 有非常多的政策资源 你们是多头马车 就例如原民会 你们现在给我们的专题报告 但是我在教育部 在文化部里面 并没有针对原民会你给我的报告说你们的检讨 作为未来要如何精进 然后这里面没有一个报告 所以今天 我排了这个议程 你们之前三个部会很显然并没有坐下来讨论 你们只告诉我们你们几个部会做了什么 编了什么预算 但是对于你们开了两次会的结论 并没有给我们一个检讨报告 我只听到原民会 我只听到原民会 但是并没有一个完整的大纲 你们到底对于原住民的语言如何推动 中央各部会到了地方 你们要怎么配合 现在是非常混乱的 所以呢 今天下午这个公听会 希望你们能够有一些这个听到基层上的声音 然后作为一些改进 好不好 谢谢 好 继续我们请林德福林德福林德福委员咨询 邱志伟邱志伟邱志伟委员咨询 洪梦凯洪梦凯洪梦凯委员咨询不在 然后廖宛如廖宛如廖宛如委员不在 庄静诚庄静诚庄静诚委员不在 李贵敏李贵敏李贵敏委员不在 杨重英杨重英杨重英委员不在 吴玉琴吴玉琴吴玉琴委员不在 高嘉玉高嘉玉高嘉玉委员不在 陈廷飞陈廷飞陈廷飞委员不在 刘兆豪刘兆豪刘兆豪委员不在 好 关于我们今天的咨询都已经完毕了 今天的会议我们做如下决定 报告还有寻达完毕 委员所提的书面咨询或相关资料 我们列入记录并且刊登公报 对于委员咨询要求提供相关的资料 或未及答复的部分 我们请相关机关尽数以书面答复 我们现在处理临时提案 那么因为12点要结束 所以我们把临时提案 总共有三案 处理结束了之后 我们今天会议才结束 好不好 请说 请宣读 第一案 各级学校基于校园安全需求建制监视系统 或增制防疫涉入设施时 应考量AI人链辨识功能之必要性 及资讯安全性 防止人像各资泄露之问题 请教育部通行各级学校机关 与采购相关监视及涉入设施时 注意上述资讯安全与各资保障问题 提案人吴思瑶 联署人赖品渝林一锦 宣读完毕 请问一下次长有没有意见 本案我们配合办理 好 配合办理 我们照顾通过第二案 第二案 在武汉肺炎疫情重创世界需求 与攻击产业链的同时 除了在对抗疫情上进行超前部署 也该在经济产业链思维上超前部署 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马歇尔计划 快速从政欧洲秩序 避免陷入一战过后 经济低潮带来的轮回框架 政府应推出台湾版马歇尔计划 预先想好台湾在新秩序中的产业链位置 才能在抗疫减害的同时 逐步调整产业重心 而在台湾版马歇尔计划 不论政府投资或代会消费 教育部应不应缺席 请教育部评估 并于一个月内提出 全面提供全国高中以下学生营养午餐 扩大公费留学培育 国际链结人才计划书面报告 提案人 吴丽华 吴思瑶 赖平渝 钟嘉宾 宣读完毕 好 请问辞长 跟委员报告 本案配合办理 好 第二案 我们就照案通过 第三案 第三案 建议原住民族语言发展法 国家语言发展法 陆续于106年6月14日 108年1月9日公布 以及108年修正公布之 原住民族教育法相关规定 教育部本于原住民族语言教育环境建构 及适之培育职责 应研议下列三项工作之规划及其成 并于两周内对本委员会提出报告 一 市培大学应比照台湾系所之成立 综合各项组语及文化教育课程 设立专门细索 二 以外加原额方式突破原额限制 使租金期劳及取得 优籍以上族语认证人员得以成为大学院校 相关课程之受课老师 三 增设教育部所辖制编制单位 专责督导各项原住民族语言及教育业务 提案人 吴丽华 范云 赖平渝宣读完毕 好 请问次长有没有意见 跟委员报告一下 也希望能够征求我们提案人 吴委员的这样的一个同意 我们建议大家有几个地方 可不可以做一个修正 第一个的部分 第一点的部分 私培大学 那么应比照台文所之成立 那我们是建议是不是 应字的部分可以改为得 得比照 那这是第一个文字上的修正 第二点的部分 那个以外加原额的部分 这个我们会朝这个方向来做一些努力 那是不是文字上面的部分 可不可以前面加两个字 争取啊 争取以外加原额方式来突破 原额上的限制 这是文字上的修正 那至于这个时间 委员这边提出来是希望两周 不过也跟委员报告 这个确实 可能要给部里面多一些的时间 因为包含这里面第一点 私培大学 设计系统 因为现在大学都自主 可能需要有比较多的时间 去跟学校去做一些的这个协调 那原额的部也是一样 吴委员也在公家机关也待过 争取原额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是不是能够征求委员的同意啊 这个时间上面能够让我们宽限一点 给我们一个月的时间 以上报告谢谢 市长 市长 市培大学因比照 不好意思啊 我们提案人在这里 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 我们教育法 好不好 这本来就是你们应该做的 你今天这个提案 它是按照原教法里面的啊 你怎么可以这个在这边 把这个提案委员的提案 然后跟原教法是不相等的呢 你这样子限于他不义啊 好像他不懂法律哦 谢谢 谢谢主席 对 提案人是您 所以 就按照您的意思 好 所以我们还是坚持 无照案通过啦 好不好 市长 你这样子的说法真的是 我跟我们同学在讨论啊 第一点的部分 我们就维持原来的音质啦 好不好 对啊 当然了 这个法律赋予你们的权利 第二点 刚刚那个时间的部分 是不是委员的部分 能够考量一下 三周可以吗 好 可以哦 好 谢谢 三周 三周 我们来配合办理 谢谢 辛苦 好 还有不要忘记了 司议师师长 你一个月之内 好不好 我们也配合 刚刚吴立华委员的提案 你一个月之内 你如果没有把这个课程 制定出来 各大学 它怎么可能会有 私培大学 要比照台文所系 成立这些呢 那他们作为什么依据呢 你的课程发展要先出来啊 所以好不好 没有问题 我就不做临时提案了 但是你要配合 今天的这样子 作为一个对照 好吗 好 这三个临时提案 我们就照案通过 三周嘛 对 一个月内 好 好 我们在这个两周内 我们改为三周内 对本委员会提出报告 好 谢谢 三个临时提案 我们都已经照案通过了 那如果各委员 各提案委员 如果要补签 或者我们就请议事人员 详细登着在议事录 报告委员会 我们今天的议程处理完毕 我们现在散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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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